第1141集 腰狱上的孙长老大怒说 死丫头 翅膀长鹰了是吗 见爷爷似乎真的生气了 而非嬉笑怒骂 所以淼淼立刻改口 小嘻嘻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 但是爷爷 跟着原始天尊会很赚的 比碰上冤大头还爽 你看 我刚通过S级副本 你刚才也说那些令牌 能让我越级战斗 可都是保命的底牌呀 孙长老打量身边的孙女 圆润可爱的脸蛋 带一点点婴儿肥 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 眼睛又圆又亮 不知不觉间 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老孙叹息一声说 淼淼啊 你今年好像二十四了 嗯 孙淼淼捏了捏怀里女孩的脸 这是槐树上的孩子 她小时候的玩伴 孙长老说 嗯 已经是孙春的年纪了 嗯 你觉得原始天尊 怎么样 年轻 天赋好 长得好像也不错 嗯 很适合出对象吧 孙淼淼猛然绷直身板 用力摇头 当然不是 这小子猥琐油腻花心 哪个女孩看上她 就是瞎了眼 我在你奶奶面前 卖乖壮傻的时候 你爸还没出声呢 嗯 好吧 是有那么一点点 孙淼淼比了笔小拇指 神色惺惺 她原以为会被老不正经的爷爷取笑 结果 孙长老只是望着渐渐暗沉的夜幕 久久未雨 孙淼淼试探说她 爷爷 唉 九格太甚的话 棋盘外的子迟早被拉扯进来 真不知道是不是孽缘 孙淼淼鼓塞说 根本听不懂 你从小就蠢 当然听不懂 臭老头子 今晚就网抱你 岛国银座 千鹤组总部大厦 大山屋 大山屋是千鹤组干部们 宴请宾客的地方 作为岛国的官方组织 千鹤组宴请贵宾的时候 当然不能带人去外面吃饭 大山屋有岛国最顶级的陈酿 最美丽的服务员 一个电话 导过最新鲜的食材 就会在一个小时内 送到大山屋 主厨的砧板上 大山屋 南海道包间 千鹤组的干部们 齐聚一堂 千鹤梁刚刚入座 严肃而温严的组长 神户一郎 便露出堪称温和的微笑 恭喜我们千鹤组的明珠 通关S级副本 梁将 你已经是我们中 履历最丰厚的干部了 火魔古俊霍金 大大咧咧地问 梁将 一定收获了很多宝贝吧 千鹤如实回答 得到了越级战斗的消耗品 和上能品质的圣者道具 千鹤组干部们 露出艳线的目光 搭上了原始天尊 这个传奇人物 梁将未来的成就 一定会超过他们 千鹤梁很享受 这样的目光 举出八指径 摆在九岸上说 组长 原始军归还了八指径 神户一郎眼睛微亮 招了招手 八指径自行飞起 落入他的手中 干部们也吐出一口气 露出轻松笑容 如今的原始天尊 和当初不同了 连升两劫后 原始天尊 已经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因此千鹤组的干部们 患得患失 生怕原始天尊 翻脸无情 霸占八指径 千鹤梁接下来的话 让众人脸上笑容 缓缓又消失了 原始军要的第二件道具 是天从鱼 龙旗一沉默几秒 说道 梁将 你很清楚 高天原里寻回的三件道具 对千鹤组的意义 原始天尊现在今非昔比 即使他有戒无还 千鹤组也无可奈何 我们想请你出面说情 取消当初的约定 众干部期待地看向千野良 千野良微微摇头 不行 火摸古军霍金怒道 为什么不行 你和原始军关系很好不是吗 不然怎么会加入他的帮派 但你也别忘了自己是千鹤组的干部 倒过才是你的祖国 你的肘子不能往外拐 神户一郎看向千野良说 古军军少安勿躁 梁将 说出你的想法 千野良抿了抿嘴 听之妖感说 族长 我说情未必管用 而且原始军是讲信用的人 绝不会霸占千鹤组的道具 也不会允许我们回约 另外 朱军太小看原始军的财富了 神户一郎愣了愣 小看他的财富 千野良正色说道 原始军的宝贝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千鹤组的三件主宰道具 对原始军来说 也许只是一件好用的武器而已 古军军不要生气 我会慢慢告诉你们 当即把末宗机关城的剑文 详细地告诉了千鹤组的干部们 从圣鹰到紫金锤 再道祭天套装和阴阳转盘 每一件道具都是极品 都是千鹤组能当传家宝的神器 纵使魏格比不上高天园里三位道具 但正如千野良所说的 原始天尊并不缺极品道具 千野良补充说道 据我所知 原始军还有主宰剧道具 只是没有带到副本里去 干部们无声地用眼神交流 尽有惊恶又有忌惮 不愧是官方的传奇天才啊 神狐一郎感慨一声不再犹豫 取出了天从云 天从云是一把两尺长的青铜剑 剑身的铜袖已经擦拭干净 还上了油 剑记的青铜花纹赠量美观 神狐一郎连连不舍地 把它抛给千野良 拿去吧 千野良接过神剑 上传到王者归来帮派仓库 他心情愉悦地想 终于搞定了 神狐一郎说 梁将 过几天天罚的一级执行官 会率队来倒国 到时候千鹤组的干部 都要出面接见 这几天不会进副本了吧 啊 我明天还要进帮派赴本 千野良为难地皱起眉头 一级执行官要我们倒国做什么 神狐一郎沉声说道 现在还不能说 但与我们无关 他们要去的是大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帮派赴本 延后吧 是 江南皮革城 夏侯傲天熊啾啾气昂昂地 踹开组长的书房 夏侯傲天大声说道 书公 我又来了 老家主的孙子大声说 爷爷 这家伙又闯进来了 劝你了 夏侯傲天一脚把他踹飞 坐在书桌边 书写材料学手册的老家主 叹息一声 抬眸看来 挤出笑容 这次又要去宝库 夏侯傲天说 不是 我来和书公谈一笔生意 但谈生意之前 我认为书公应该先问问我的等级 老家主一正 脱口说 你六级了 夏侯傲天昂起下巴 老家主又惊又喜又忧愁 夏侯家年轻一辈里 六级胜者屈指可数 本该是大喜事 可偏偏是这么个 脑子却跟闲得浪火 见夏侯傲天保持 鼻孔看人的姿势 老家主就试探说 所以你说的声音是 夏侯傲天从口袋里 摸出几张图纸说 书公你看看 老家主怀着狐疑的表情 接过图纸 定睛一看 浑浊的眼睛里皱放惊慌 握纸的手 竟然轻轻颤抖起来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集 老家主激动的浑身发抖 妙 妙啊 如此精妙的傀儡设计 这 这是出自哪位大师之手 机关傀儡对主宰级学士来说不算什么 老家主激动的原因是图纸的设计思路 内部构造这类偏技术上的东西 夏侯傲天用鼻孔看着这位长辈说 书公 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像这样的图纸 我有一本 听到一本两个字 老家主的目光忽然锐利了 锐利到夏侯傲天有些害怕 一本 是不是完整的机关秘籍 你哪里得来的 快快快 快拿出来 给叔公看看 夏侯老家主一把擒出夏侯傲天的胳膊 枯瘦的手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位向来温和平淡 被誉为胸怀大量的老人 因为是家族里少有的 能忍受夏侯傲天的掌备 此刻却激动的 如同媳妇刚生出头胎的年轻人 所谓一夜之秋 一张精妙绝伦的机关傀儡图纸 预示了整本密集的质量和档次 机关术是好东西 道具无法普及数量有限 但机关术是可以批量制造的 类似于军队的装备 它能彻底改变 一个势力中下层的结构 让夏侯家的基层势力 超越其他灵精势架 甚至达到让官方忌惮的程度 只是 机关术这玩意儿 是一代代技术的积累 不是有钱有实力 就能开创研发出来的 古代修行者 用了几千年积累的技术 当代灵进行者 想用百年时间追赶 怎么可能吗 所以 一本记录了各种机关造物的秘籍 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夏侯傲天倒抽一口凉气说 叔公 你现在的样子像个反派 我生气了啊 老家主一愣 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连忙松手 瞪眼说 叔 夏侯傲天念头一转 对答如流地说 我今早进原始天尊的帮派副本了 老家主茫然说道 你进副本了 还加入了原始天尊的帮派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你继续 副本叫莫松机关城 S级 机关密集是战力品之一 目前被原始天尊保管 但帮派里的人 有随时阅读的权利 S级副本 莫松机关城 老家主皱起眉头 脑海里快速过了一遍资料库 学识过目不忘的能力 让他很快补助到了相关词汇 宋代是有这么一个先门 咱们的资料库里有 但难度等级只有C级 且只有这么一个副本 名称叫莫松的试炼 D级副本的奖励 也很稀疏平常 夏侯傲天说 那是因为齐关城 在南宋时期就灭亡了 历史短暂 所以对应的副本不多 我们本次的主线任务 正是查明他副灭的原因 夏侯老家主点点头 S级副本的话 这种奖励倒也可以理解 老家主目光中 暗藏西纪地说 傲天哪 你刚才说 帮派内部成员 可以共享机关术秘籍 对吗 家族愿意买下它 只要开价 那就要看家族的表现了 老家主大概是 看在图纸的份上 又或者熟知这小子的德行 深吸一口气 忍了下来 和颜悦色地说 那这张图纸 你准备卖多少 我欠家族的债一笔勾销 对了 我又用掉一个能源包 也一笔勾销 老家主一口答应下来 好 夏侯傲天胡一说 叔公 我是不是卖便宜了 这张图纸可不值一点五亿 但家族愿意为优秀的晚辈 支付一价 叔公英明 优秀的晚辈人呗 家族要不再一价一点五亿 傲天哪 叔公您说 滚 夏侯傲天被逐出别墅 临走前不甘心 又踹了老家主孙子计较 回别墅的路上 夏侯傲天身轻如燕 只觉无债一身轻安 但他心中还有一件事情想做 这件事不做 就如鱼梗在喉 难以入睡啊 返回自家别墅 取出无人机 挂上准备好的横幅和喇叭 夏侯傲天说 我升到六级了 要干票大的 戒指里传来回应说 你又打算全族通报吗 无人机升空 两条横幅笔直垂挂 上写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昨天的我你爱搭不理 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后天的我 一直都摁死你 夏侯傲天握着遥控器 操纵无人机升空 不屑说道 强者从不向蝼蚁炫耀 只会向更强者挑衅 在戒指老爷爷 惊讶的目光中 无人机飞向别墅深处 飞向一座古宅 秦朝方氏心里一沉 你想做什么 去老祖宗闭关的地方 六一圈 他当年欺我如我 今日好叫他知道 欺我者 天气之 夏侯傲天一脸的 壮志鸡三葫芦肉 笑谈可饮匈奴血 带从头 怒打祖宗脸 朝天阙 秦朝方氏试探问 夏侯家老祖宗 什么伪格 与我相差不大 主宰 半神 秦朝方氏大惊啊 啊 如比母之寻王虎 国际大厦 身穿精致OL套装的安妮 坐在电脑前 快速书写邮件 今天是向美神协会总部定期汇报情报的日子 他把最近搜集的情报写进了邮件里 八月多人临近中 原始天尊连生两集 创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但也因为在副本中杀死五星盟总部蔡长老的孙子而被问责 此事因吃火帮主出面干预 最终演其息鼓 但原始天尊和五星盟总部借敌御身 貌合神离 我认为 协会应该抓住机会进一步拉拢 把原始天尊发展成资深会员 安妮随时做好现身的准备 据可靠消息 抹眼天王逃离松海 射箭中 暗夜玫瑰疑丝与太阴门高层牵连甚深 想请未知 我本想从原始天尊那里打探情报 可是 她对我的美色视若无睹 虽成为协会外围成员 却从不主动联络我 当然 这并非安妮不够出色 而是此人与魔君不同 非美色能幼 需动之以情 虚虚图止 写到这里时 安妮叹息一声 未来如大海的眸子闪过失落 她自诩美貌 疲拟同性 配合职业魅力 总能无往不利 极少有男人能无视她的魅力 但不得不承认 美貌并不是万能的 原始天尊把她拉入冷宫的行为 让这位骄傲美丽的外交官 自信心严重受挫 写完邮件 她仔细检查几遍 发送到外交部长的邮箱 安妮端起水杯起身 走到饮水期前 接了一杯温水 当她回到桌边时 发现外交部回了一封邮件 放下水杯 点开邮件 外围会员悬赏任务 A级通缉犯明王潜入华国 请想办法秘密抓捕 悬赏奖励 六百万联邦币 一百六十点积分 建议委托给外围成员 原始天尊 第1143期 富家湾别墅 奢华宽敞的餐厅 张元清坐在紫檀木雕桌的圆桌边 屁股底下是纯手工打造的紫檀木高被椅 镂空龙凤雕 这道家具很漂亮啊 老大 哪买的呀 林静里带出来的 宋朝的古董 我回国认知已经有几年了 以后家里的东西会慢慢更换成国风 想法是不错 但坐在忠实餐桌前吃鱼子酱煎鱼 用着餐刀和叉子 总感觉怪怪的 这金枪鱼大副不错 能给我一条吗 口味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慢慢调整吧 我记得冰库里有一条煤化洞的蓝旗 回头让兔女郎给你处理好 谢谢大佬 我记得林军说你不喜欢本土菜啊 因为中学时被他忽悠着吃了川菜 当了一天的喷射战士 我记得蓝旗好像吃完了 太过分了 林军真是太过分了 有机会我一定非北京替您教训的 话说林兔的事情已经告一段了 他为什么还没回松海啊 似乎是维多利亚不让他回来 我听到林军说过 好像是太一门的长老 林军童年时受过他的照顾 然后林军就把他笑到了床上 张元清说完 便被关牙踢了一脚 餐桌边 傅家姐弟和张元清享用丰盛的晚餐 这是离开傅本之后的第一餐 三人边吃边闲聊 显然是和谐美好的家庭晚宴 大部分时间是张元清逼逼赖赖 父亲羊脸色高冷 但是有问必答 官雅则在旁边扮演着贤妻良母 笑容温婉 给表弟倒酒 给男友倒可乐 只愿生活就这样下去 岁月尽好啊 啊对了 夏侯浩天得了一本机关书秘籍 老大你可以用武装白虎卫啊 但得自己提供材料 那小子穷得很 张元清想起了这场 父亲羊看他一眼说 知道为什么临近世家能发展壮大吗 除了世家的老祖宗们 是第一批临近行者 比肩盟主 最重要的是 学士三家是官方的道具提供商 乐师三家是生命原液提供商 您的意思是 咱们可以做机关武器提供商 机关武器造价低 可以大规模推广 提升官方基层成员的作战能力 这是一笔政绩 也是我们的政治筹码 说完他罕见地主动举杯 张元清忙举起冰火落 和老大畅饮 心说不愧是老大呀 是我政治智慧太低了呀 还有一件事 老大 你把黄太吉的手机号码给我 他的欣赏还在我这里 父亲羊没有多想微微汗手 吃完晚餐 张元清和官雅告辞离开 回到隔壁 西灯造人 四日上午九点半 王者帮派群 钱也凉手 过几天 天法的一级执行官 要带队钱来捣国 我不能进副本了 主居 抱歉 然而并没有人在意 一个小透明的缺席 倒是对天法的防捣行动 很感兴趣 孙淼淼说 天法又要派人去捣国 又想干啥 近期咱们官方和天法组织 没有冲突吧 虽然大背景下各国的手续组织是同盟 但该私逼还少私逼 最大的斗争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 是人才的争夺 天法组织不但吸纳第一大区的手续职业 一个世纪以来 还不停地挖着第二大区的墙角 富家作为斥后世家 几十年来就一直和天法勾肩搭背 而类似的组织世家不在少数 二 邻近世界话语权的争夺 华国周边有点规模的手续组织 基本都是天法的小弟 代表性组织 千赫组 逢着天法和五星蒙闹矛盾 天法的高层会带队慰问千赫组 探讨亚区和平问题 探讨千赫组的发展 探讨第一大区和第二大区的合作 总之 千赫组就是天法用来打脸五星蒙太一门的工具 也是给全世界邻近行者看的标杆 让大家看看谁才是老大 当然 真到了邪恶组织搞事情的时候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官方组织 该合作还是合作 前野梁说 好像是要搞事情 但组长没有告诉我 天下归火说 带队的是谁 什么颜色的执行官 是谁不清楚 颜色是青铜 原始天尊说 青铜是什么意思 一级执行官是什么等级 红姬哥说 同位 赵承黄说 一级执行官等同于长老 分青铜 白银 黄金三阶段 对应的是七八九级 执行官的主体是风法式 检察官的主体是雷法式 当然也有其他职业的 毕竟天法组织吸纳了数量众多的手续职业 这样啊 张元清明白了 他对第一大区的了解有限 毕竟刚晋升胜者 就因为魏元舟的事情被降职 无法再查阅境外势力的信息了 虽然也可以用官雅 负心扬的权限 可他一直在本土混 与境外势力缺乏交集 便没动力去探知八肝子打不到一处的境外势力 反正遇到正事的时候 随时能从父亲羊那里获得信息 唯一焦急颇深的是美神协会 也很感兴趣 但不能用官雅的号 因为会留下浏览记录 也不能用父亲羊的 用钱公子的号查阅美神协会的资料 相当于到他的社交账号 在朋友圈发 寂寞深夜求约 钱公子会给他一招寂静湖道的 这时赵称皇给他发了一条私人信说 昨天我去见太爷了 他暗示了我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说说 他没明说 不过根据我自己的解读 他是想通过我告诉你 身在局中 自求多福 张元清心脏砰砰狂跳了几下 本能的恐慌 怀疑自己的秘密 在大佬们面前无所断行 但是很快就平复了情绪 冷静地思考起来了 第1144集 张元清想 赵称皇在官方内部 被调侃为太一门的太子爷 地位和邻军并列 主要原因就是 他是赵长老的嫡系独秒 而邻军有着数不清的兄弟姐妹 赵长老在太一门颇为低调 但其实他是第一批灵精行程 久机巅峰主宰 并不比大长老赤日行官差得上 这样的人物对灵拓的堕落 对逍遥组织的负民 怕是有较为清晰的人知 那么灵拓和门主 会盯上天赋出众的野生野游神 这件事情 赵长老想必心里有数 老赵是担心我不魔君后尘吗 元氏天尊说 多谢告知 我会警惕的 他回完消息 看一眼时间已经十点了 当即切回见面 回到帮派聊天群 马上进灵境 都没问题的话 报数吧 众成员纷纷报数 夏侯傲天报数 爱的夏侯傲天 夏侯傲天人呢 夏侯傲天不见了 洪鸡哥说 完蛋 不会是回家族炫耀 然后被家族嘎腰起了吧 爱的原始天真 生命原业 我上传帮派仓库了 你收一下 孙淼淼说 这确实是夏侯傲天 会干出来的事 官雅说 不 应该不是秘籍的事 虽然和他接触不深 但那家伙表面浮夸 其实挺有心机的 可能因为别的事不来了 我待会联络一下夏侯家吧 你们先进副本 不用管他了 帮派任务每人都有机会 说完 他在帮派界面里选择参与者的ID 并激活副本 几十秒后 身边全副武装的官雅身体淡化 消失不见 张元清先拨打夏侯傲天的手机 发现关机了 便打电话给父亲杨 要来夏侯家客服的电话 电话通了 扬声器里传来甜美的女声 你好 这里是夏侯家服务热线 请问是商务合作还是 张元清打断说 我是元氏天尊 电话那头突然传出 椅子扳倒的声音 接着话筒似乎被捂住了 隔了好几分钟 传来小姑娘战战兢兢的声音 您 您还在听吗 我有这么吓人吗 张元清嗡了一声 我找夏侯傲天 他电话关机了 啊 这 这 小姑娘没想到是这种事 结结巴巴的说 夏侯傲天是家族嫡系 我 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 您稍等 我让经理给您回话 接着 一个沉稳的男性嗓音传来 您好 我是夏侯佩 您想咨询夏侯傲天的近况是吗 是的 夏侯佩声音变得有些古怪 她 被老祖宗挂在天上了 什么 张元清大吃一惊 不是 挂天上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据家族内部传言 夏侯傲天 不知因何 惹怒了老祖宗 老祖宗寒怒出手 亲自打造一架无人机 将它挂在了天上 在夏侯家上空 飘了一天一夜 张元清试探说 你们家老祖宗 应该不会宰了他吧 老祖宗的心思无法揣测 但想来不会 听说夏侯傲天 仅上六几了 好 明白了 夏侯佩 语气恭敬说 客气 请问 还有什么能帮您的 没了 谢谢 张元清挂断电话 沉吟沉吟 打算不管 夏侯傲天了 能惹怒老祖宗的事 肯定不是金关书秘籍 半身不会在意 这种小玩意的 夏侯傲天 大概是又干什么 蠢事了吧 邻近世家很注重血脉和人才 夏侯傲天如今是六级圣诚 只要不做出 我入陆地神仙了 请老祖宗赴死 这等谋逆之事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张元清就随即 拨通黄太极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 黄太极沉吻老练的声音 哪位 张元清殷勤的说 一封 是我呀 好好说话 黄太极叹了口气 张元清说 黄哥 你的欣赏还在我这里 给个地址 我亲自送过来 黄太极沉默了几秒 有事求我 黄哥果然会眼如巨 我想向您买两件道具 拥有双修功能的道具 最好是 只有这么一个功能的 功能单一的道具便宜 双修是土怪职业的天赋 对其他职业效果会打折扣 而且具备双修功能的道具 数量稀少 黄太极还没说完 就听见话筒传来 原始天寸的高呼 义父啊 黄太极叹了口气 我确实有几件库存 稍后发一份物品信息给你 你挑一下吧 多谢义父 黄太极 默默地挂断电话 张远青兴奋地在床上打了一个滚 然后 手机就响了 一看来电人 安妮 第1145集 安妮 张远青看到这个名字都愣了一下 才想起自己有一位美神协会的助理 工作生活都能包办的助理 自从酒神俱乐部事件平息之后 她就没联系过这个女人 再之后 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 游走在生死边缘 明明才过去一个多月 却感觉是阔别多年呢 她这是被打入冷宫太久 寂寞难耐了 张远青心里调侃着 起身走到桌边坐下 接通电话 安妮 电话那边传来安妮声线柔美 但是发音别搅的中文 玄师先生 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和你见面 什么事 张远青没有立刻答应 如果对方说想吃饭 她会毫不留情地拒绝 说起来 之所以和安妮保持距离 不是讨厌这个女人 而是爱玉职业的魅力 实在让人难以抵御 什么完美容貌 完美身材之类的 谁遭得住啊 不能拿这个考验官方干部啊 所以张远青不太敢和她相处 天宗老爷对自己 是很有逼数的 安妮压低生意说 美身协会有一个任务 想请您帮忙 电话里不方便说 张远青想了想说 下午两点 我来一趟国际大厦 好 挂断电话 张远青打开电脑 登录邮箱 有一条未读有件 发现人是黄太极 双修道具的清单到了 总共四件双修道具 黄太极百分百还原了 宁静的物品信息格式 名称 玉女瓷瓶 类型瓷器 功能双修 介绍 上古时期 一位痴迷双修之道的方式 为了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双修丹药 其三十载之功 炼制了一件 可自行生成双修丹药的瓷器 取名玉女瓷器 备注一 此凭每日产一枚玉女丹 效力生效期间 玉女双修 可助长修为 阳精注入女体 可助长女性修为 备注二 离开了我 你就是软小二 备注三 玉女三千 多多益善 名称 丁阳和欢亲 类型纺织品 功能双修 介绍 采 灰蚕丝 近于地脉之中三十载 纳吐灵之力 后置于泰山之巅三年 习日月精华 吞吐阴阳之气 服役多种天才地宝 炼制而成 鱼亲中和欢 可助长修为 备注一 它最大的缺陷就是 姿势和场地 受到了限制 名称 纯阳衣 类型情趣用品 功能双修 介绍 它以深海巨兽 千木鱼的鱼镖制作 此鱼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其血肉是极品 壮阳神药 一位温神 为了治好身体隐疾 深入前海猎杀 一头千木鱼 并用鱼血和鱼肉 浸泡七七四十九天 在委托山神 温养三年 纯阳衣就此诞生 备注一 和欢时间少于两个小时 我是不会答应的 备注二 既然穿了工作服 牺牲点爽力感 是不可避免的 名称 两衣瓷石圈 类型武器 功能双修 心有灵犀 介绍 两块诞生于地脉的瓷石 打造而成的圆环 佩戴方式 套在大腿根部 男左女右 佩戴之后无法取下 和欢时可助长修为 亦可让男女双方产生心灵感应 备注 瓷铁只有两块 一生一世 一双人 除了物品属性 黄太极还贴心地发了图片 玉女瓷瓶 就是一只 色泽土灰的小药瓶 巴掌大小 阴阳和欢钦 是土黄色丝绸被单 花纹悬傲复杂 所谓的纯阳衣 则是古代人用的 鱼镖套套 照片里面软趴趴 松垮垮的 就像是被人循环 利用无数次了 两衣瓷石圈 是两枚黑色的圆环 照片底下备注 可根据佩戴者的大腿粗细 变化尺寸 玉女瓷瓶标价是800万 阴阳和欢钦标价是1100万 纯阳衣标价600万 两衣瓷石圈标价2300万 双修是圣者阶段的技能 因此这些道具都是圣者品质 加上双修功能的道具数量新有 标价谈不上跳楼大甩卖 但绝对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友情价了 非但不赚钱 反而是半卖半送的 黄太极确实很讲义气了 张元清想了想 首先剔除掉纯阳衣 这玩意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了 哪怕黄太极没有用过 但根据物品介绍 当年炼制他的人肯定是用过的 而且代价有点大 欢愉的体验感会降低 不过另外一个代价倒是很诱人 它能让使用者的持久度达到两小时 但功能和持久者喷雾重叠了 再说张元清并不在意持久度 虽然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才半个小时 可夜游神恢复力极其可怕 他可以连续好几次半个小时 使用了持久者喷雾的魔君 可能是一次一夜 但他天君老爷能够七次一夜 四舍五入 大家差不多嘛 其次派出玉女慈瓶 论便携度来说 玉女慈瓶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需要的时候刻意力 随时随地 非常方便 但他的代价很不友好 一 一天只产一枚 一天只能双修半小时 效率太低了 第二 这玩意磕久了 将来没有他 就变成软小二了 打败原始天尊最好的方式 不是杀他 而是抢走他的瓷瓶 便可令其痛苦欲生 失去生活的希望 三 会变成魔君那种 见到美女就睡的肿码 最后排出两一瓷石圈 张元清的理由是太贵了 绝不是他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特性 当然 要是让关雅知道了 肯定用剑逼着他买这个 张元清默默地删除邮件 并拿起手机 给黄太极发了一条信息 姨父 我选阴阳和欢亲 这件道具代价是最轻的 无非是让关雅以后 只能躺着趴着侧着 没办法在书桌上坐着撅着 以及在浴室里面悬着 不等黄太极回复 他又发了一条信息 但我现金不够 两个方案 一呢 用一件价值同等的道具交换 二先欠着 一个月内 把钱结算给你 一千万现金 他还是拿得出来的 但会变得较为拮据 好在昨天聊完之后 父亲杨决定 推行机关武器普及计划 到时候 会有源源不断的 分成收入的 第1146集 黄太极回复说 道具交换 作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商 最不缺的就是钱 对邻近行者来说 材料和道具才是硬通货 没问题 张元清当即把 寿王手镯的信息 发送给对方 然后就问他 那我今天来一趟京城 我会让助理 带着道具来松海一趟 你把手术和吸壤 给他就行 张元清发了一串 OK的手势 京城过来的话 坐飞机要四个小时 所以张元清 打算去见见安妮 看美深协会 给他安排了什么任务 作为美深协会的 外卫会员 张元清享有购买道具 情报 发布悬赏 以及通过美深协会 坐中间人 认识一些大人物的机会 据说 还有开银趴的福利 虽然他从未 使用过这些权利 但以后 或许能够用到 不是指银趴 其他的 所以美深协会 这条渠道 要维护好 张元清当即 打电话给安妮 告诉他 自己现在有空闲时间 可以随时到国际大厦 起料 安妮给他 发了一个居住地址 约他在那里见面 半小时之后 一辆白色别摸我 抵达目的地 带着墨镜的女王 架下车窗 探头看向高档住宅 哇的一声 老爷 你有朋友住这里吗 我上次来这里看过房 一平米售价二十万 能直接看到松江 风景很赞的 你来这里看房做什么 张元清一边给安妮发信息 一边就说 咱们住的富家湾 比这里更鬼 市区别墅 可不是江景王能比的 另外 这老爷是什么鬼啊 你还是叫我队长吧 女王抛给他一个媚眼 女人都喜欢这种 风景好的大平层嘛 天尊老爷 什么时候 给小女子买套房 边上的谢灵溪 吃笑一声 哥哥 他想给你做欠呢 这里买套房就可以了 暗示的很明显哦 物质的女人 不像我 只要哥哥喜欢我 就算跟哥哥和西北风 又很甜蜜 呸 你家里有的事钱 你当然不物质 这时张元清看到安妮 回了信息 我住在三栋 1202市 他放下手机 瞟了一眼 暗藏七代的女王 关雅同意 我没意见 你们在这儿等我啊 我应该很快就回来 说完之后 耍帅似的打了个响指 化作梦幻星光 消散在车厢里面 1202市内 客厅 璀璨梦幻的星光升起 张元清从星光中出现 目光一扫 便看见安妮 趴在阳光护栏边 往小区外面张望着 在她出现的刹那 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人 便有所感应 回身望来 美艳的脸蛋 绽放欣喜笑容 你很久没来见我了 安妮悄悄把喜悦藏好 露出一抹 我见幽怜的幽怨 她穿着精致的职场套装 套裙小西装 搭配白衬衫和黑丝袜 女性职场装 也是分类型的 女强人女领导 穿的一般是长裤 西服也是更正式的 负责接待工作的 做秘书助理的 则穿套裙和偏精致款的西服 凸显出花瓶属性 说好不对我使有魅惑的 张元清在单人沙发上入座 冰镇可乐 谢谢 安妮就殷勤地 给她奉上冰镇可乐 这之后应该顺带 往她大腿上一坐 但原是天尊 翘起二郎腿 让她的图谋 没能成功 张元清指了 指对面的沙发 说正式吧 安妮立刻收敛 魅态和笑容 进入公事公办状态 协会总部希望 你能帮忙抓捕 一名通缉犯 而且要秘密抓捕 不要惊动官方总部 她拿起茶几上 一叠资料说 这是那位通缉犯的信息 张元清 轻轻吐出一口太阴之力 召唤出鬼心娘 鬼心娘喊了一声夫君 然后把资料封上 这一切在安妮眼里 便是原始天尊 吐了一口阴气 资料便自行 飞入她的手中 强大且具备逼格 张元清定精阅读材料 安妮很贴心地 翻阅成了中文 美申协会要抓捕的通缉犯 临近ID叫冥王 深渊行者六级 深渊行者是永夜职业 转职之后的称呼 冥王是国外一个 叫黑夜之梦的 邪恶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不能与 灵能会虚无教派 这种庞然大物相比 是一个 极有实力的民间组织 活跃于欧洲 大概两年前 该组织覆灭 首领被天法组织送回灵境 作为重要骨干的冥王 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这些年 境外的手续组织 一直在秘密抓捕此人 大概是实在走投无路了 冥王不久前 潜入了华国 五星盟和天法组织 没有引渡条约 天法组织成员 在华国没有驻扎势力和执法权 所以 五星盟的地盘 反而是安全的 张元轻揍了一声 永夜之夜 六级的话 在他能对付的范围之内 想来也是 如果是主宰级的高手 美申协会也不会把任务交给他的 但永夜之夜很让人头疼 没记错的话 永夜之夜擅长封印 擅长睡觉 也就是收敛气息 与本土的幻术师一样神秘 是非常难抓的职业 但正因为难抓 所以冥王才能一直躲避 境外手续组织的抓捕 张元轻说 我可以试试 但不保证成功 安妮脸上绽放笑容 任务奖励是六百万联邦币 一百六十点积分 有了积分 您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啥一个六级胜者 才奖励六百万联邦币 换算成软妹币的话 大概是四千万 有点少啊 不过积分倒是给的很多 张元轻默默点头 通过美申协会发布任务 是需要积分的 银趴也需要 发布悬赏时 如果钱不够 可以通过积分 向美申协会 无利息贷款 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额 还可以从外围会员 升级成白银会员 开放更多的权限 张元轻晨胜说 这任务我接了 但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秘密抓捕啊 如果能够动用 五星盟的力量 会大大降低抓捕难度的 安妮顿是露出 犹豫和为难之色 看来里面还牵扯一些 有意思的内幕啊 一个六级圣者固然重要 但不该让境外的手续组织 如此弃而不舍啊 兵主教的神将们也是六级 可五星盟对他们的态度是 能抓就抓 不能抓就算了 只要不闹出重大恐怖事件 官方是不会盯着 某个邪恶职业去死磕的呀 第1147集 这 安妮面露难色 犹豫片刻 咬牙说 协会没有规定 不准泄露情报 我可以告诉你 但此事涉及到一桩隐秘 您要保证不泄露出去 张元轻给出承诺 我口风很紧 绝不外戏给任何人 得到承诺的安妮点点头 抬起水杯抿了一口 才说道 第一大区和第二大区的开启时间 是不同的 第一大区的具体时间是 1882年 比第二大区早了三十年 虽然不知道安妮为什么提及这些 但张元轻还是配合的点点头 1882年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 第一大区和第二大区的说法 就是根据开启时间来定的 安妮说 三十年的时间 足够诞生一批强大的灵进行者 以及一个强大到 难以想象的组织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灵进行者组织 是欧洲的教会 教会 张元轻停直了腰杆 表情从散漫切换到严肃 他没听说过教会 安妮微微汗手 对 教会 当时最强大的一批手续职业 几乎都是教会成员 而他们的首领教皇 是全世界第一位半神 那是一个群蝇惠翠的年代 也是教会统治整个灵进行者世界的年代 邪恶组织只能混迹黑帮 躲藏在农场 在工人阶层发展自己的势力 上流社会 他们无从插手 因为教会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不愿意被教会统治的手续职业 只能做赏金猎人 但也得遵守教会的规矩 教会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们有着完整的 古代超能力者传承 在黑暗的中世纪 教会的修行者们 猎杀女巫 狼人吸血鬼 创造一个又一个传说 他们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被人写成了书 最后演变成了童话 听到这里 张元清不由地想起了小红帽 帽子内部空间的那间木屋 里面记载了一则暗黑故事 故事里提及 木屋主人的女儿被狼人掳走 生下了一个女婴 女人带着狼人的孩子逃跑 向神父求助 神父杀死了狼人 并制作出小红帽 用来封印女儿的狼人噱头 小红帽的故事 恰好与安妮的说法相互验证 虽然后来超能力者 销声匿迹 但教会的传承 一直都在 关于古代超能力者的事迹 被写成典籍保存在教会的阁楼里 只有历代教皇和其他高层差跃 林静行者诞生后 教会率先反应过来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 接受了林静的存在 并迅速培养精锐 招纳人才 在民间林静行者组织成行之前 教会已经遥遥领险 说到这里 安妮停顿了一下 表情有些凝重 但好景不长 三十年后 一战开始了 战争打乱了世界格局 也让林静行者间的秩序支离破碎 欧洲各国的林静行者 有欲谋有组织地集结起来 险恶职业和手续职业 联手为公教会 同时教会内部 也出现了反叛势力 那一年 第二大区刚刚开启 一战打了四年 打垮了德意志 也打垮了教会 那之后 天法 商人工会 美神协会 海神教会 这些如今著名的手续组织 才陆续诞生 用你们的谚语来说 一惊落万物生 张元倾听完 消化许久 问他 但这和明王有什么关系 教会灭亡的那段历史 在任何典籍里都找不到 手续组织和邪恶组织 都找不到 那段往事被刻意隐藏了 哪怕是身为圣者的我 也只是听说过教会 很显然 这其中隐藏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废话 这是不用问原方 也知道不简单 张元倾猜测说 所以 那个明王知道 按你点点头说 教会覆灭 一百一十多年 参与当年动乱的 临近行者 也死得差不多 剩下的 都身居高位 明王所在的组织 黑夜之梦的首领 当年参与过那场动乱 那会儿 他应该还是个 出出茅庐的小人物 几年前 天法组织 因为一桩灭门案 展开对 黑夜之梦的调查 无意中发现一些 与教会相关的线索 然后重启了 对这桩往事的追索 各大手续组织 出动精锐抓捕 黑夜之梦的首领 但那位首领 负于顽抗 付出了生命代价 黑夜之梦的高层 也纷纷战死 只有明王活了下来 并成功逃脱包围 流窜至今 张元清思考几秒 提出两个问题 一 你们确定明王知道那些往事吗 第二 一百多年前活下来的人 都身居高位 那些人对这件事 是什么态度啊 第一个问题 不用质疑 各大组织的高层们 自然有方法确认 至于第二个问题 他表情纠结 于言又止 见他这副模样 张元清忽然扶持心灵 政治斗争 好歹是跟着父亲洋混的 耳濡目染 那多少也积累一些 斗争方面的经验和眼光啊 教会当年负面的事情 另有引擎 参与者如今在各大 手续组织内部身居高位 再联想到 境外手续组织 对明王的穷追不舍 显而易见 手续组织内部 有人想通过明王 扳倒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物 这是一场内部斗争 明王在其中 扮演着正人的角色 安妮苦笑一声说 我也这么认为 张元清慵懒地靠坐在软枕上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客厅里一片沉寂 安妮抿了抿嘴 观察她的表情 主动开口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些复杂 但 但得加钱 张元清瞅着杨妞 加重语气说 我说 得加钱 安妮被她这不按常理 出牌的方式 打了个措手不及 又欣喜又蒙 待了好几秒才说 好 不会把你的要求 反馈给总部 您的预期价格是多少 张元清狮子大开口 积分和奖金翻一倍 安妮眼睛低溜一转 似在思索 以冥王的重要性 协会总部应该会答应 张元清点点头 我等你消息 另外啊 有冥王的血肉组织们 安妮摇头 有她的最新情报们 没有 只知道 她在半个月潜入华国 有没有可能是障眼法 她其实已经离开了华国 周边国家都是天法的眼线 我觉得她离开华国的 可能性不大 没有行踪 没有情报 没有血肉组织 那岂不是大海捞针呢 张元清学着 下后傲天摸了摸下巴 我知道了 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先回去 随时联系 她翘着二郎腿 慵懒地靠着椅背 抬起手啪地打出响指 在升起的星光中消散 安妮张了张嘴 有些泄气地挨了一声 走得真果断 第1148集 傅家湾大书房 答应绝不对外泄露的张元清 红红火火地与傅清扬讨论着 教会的往事 所以 连傅家都不知道 教会覆灭的过程们 傅京阳摇头 教会是一战时期覆灭 傅家是二战后起事 中间隔了半个世纪 我倒是听说过教会 但印象中 教会只是一个 灵敬行者诞生初期的草创组织 就像那些短暂 划过天际的网红艺人 无声紧要 但现在看来 教会覆灭的真相 不简单呢 我觉得就是蛋糕的重新划分 教会统治了那个草莽年代 可随着灵敬行者增多 随着大家等级提高 也新家层出不穷 大家不再甘心被教会统治 于是 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趁着时局动荡 手续和邪恶联手 推翻了教会 境外的手续组织 就是那个时代带上的 傅清阳英俊的表情 充满严肃说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可如果只是这样 今日你就不会接到 抓捕冥王的任务了 你要面对的敌人 不只是冥王 还有那些想要冥王的人 张元清耸耸肩 反正不是灵精任务 我量力而行 没完成也无所谓 傅清阳想了想说 我必须给你提个醒 抓到冥王之后 不要多问 如果失手杀了他 不要问邻 这件事和你关系不到 没必要卷入其中 你的因果已经够多了 不要再招惹境外势力 但这也是把柄 老大你不想要吗 如果我是在天罚任职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明白了 张元清忽然正色说 对了 我听前野良说 天罚的一级执行官 近期会带队前往党国慰问 听他话里的意思 咱们官方和天罚 又起冲突了 没有这回事 说完两人同时反应过来 对事一言 张元清黑了一声 又意思了 父亲杨晨吟说 天罚组织恐怕是 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不过相比起这件事情 江淮分部今早指电我 问你有没有从邻境里出来 那个夏侯傲天 你让他来一趟松海 我和他谈生意 趁着机关术这股东风 帮你把阴阳转盘的事情解决 张元清叹了口气说 他被夏侯家的老祖宗挂天上去了 简单的说了说夏侯傲天 恶劣的性格 我觉得挺好 治一治中二病也不错 父亲杨听完 冷冷点评 又是个垃圾 张元清低下头 默默吐槽一句 在你眼里 谁不是拉签 下午三点半 皇太吉的助理抵达松海 送来双修棉被 也带走了西长和寿王手镯 阴阳和欢亲是丝绸编织而成 重量甚至比空调背还轻 张元清抱着新道具 爱不释手的抚摸 恨不得立刻找人体验双修效果 奈何关雅身在副本 善恶无报啊 张元清下午抽空回了一趟外婆家 给外公外婆小姨 以及舅舅一家买了礼物 吃过晚饭 被舅舅拉着跳广场舞 舅舅是广场舞大妈们的心宠 用舅舅的话说 那就是自己只用三天 就靠超凡脱俗的物资 征服了方元十里的阿姨们 舅舅拉着张元清逢人就说 这是我的一波传人 继承了我的美貌和才华 不信让他给大家献上一舞 于是张元清用超凡脱俗的物资 惊艳了一众大妈大人 回家的路上 穿着紧身裤 九红色西服的舅舅 用力拍打一波传人的肩膀 你也就是有女朋友了 不然今晚这一跳 你的终身大事便解决了 老阿姨们 恨不得把女儿介绍给你 这又不冲突 我可以既有老婆 又有女朋友了 你这可不像我 我们这一脉 对爱情是很忠贞的 张元清新说 你当年 进发廊 资助漂亮阿姨们时 可不是这么想的呀 他问的 那我像谁呀 像你那个爹 你爹可是个风流浪子 娶了你妈还不够 总喜欢在外面招花引爹 每次他不守难得 我就揍他 他就跪下来说 大舅哥别打了 我一定好好地带陈叔 张元清新说 得了吧 就你那三脚猫的舞姿 打一个巅峰主宰 当晚就在外婆家住下 陪小姨打游戏到半夜 次日 她再打夏侯傲天的电话 居然接通了 张元清听着手机 强忍笑一问 主角 听说你被老祖宗挂天上了 怎么回事 夏侯傲天哼哼唧唧的 那是老祖宗在奖励我 我跟老祖宗说 本主角已经六七 如可后悔当年之事 老祖宗表示很后悔 并夸赞说 阁下何不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然后呢 然后就送我上天了 傲天兄啊 咱们是同门的 你吹牛的语气 像极了我舅舅啊 你是他的关门弟子吧 行了 不可你废话了 来松海一趟 傅清阳要找你 谈一笔大声音 兄弟我知道你缺钱 专门为你争取的机会 赶紧过来 夏侯傲天如临大笛般地 盯着宽大书桌后的男人 他收起了巨傲的下巴 凝练了不可一世的眼神 挺直了慵懒的腰背 他不得不承认 今天他 夏侯傲天 遇到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劲敌 豪舍入宫殿的书房 处处透着金钱气息的家具 松软到难以想象的地毯 桌上摆着的 一看就很好吃的甜品 和昂贵酒水 在金钱上 夏侯傲天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在容貌上 他自认出类拔萃五官俊美 见眉心目 素颜的情况之下 比那些天天被喊哥哥的流量小声 抢了好几个档次 可近距离观看这个男人 夏侯傲天首次在颜值上 失去信心 觉得对方那张英俊岛 毫无瑕疵的脸 是上帝亲手雕刻的杰作 在气质上 对方坐在昂贵的 宛如白宫总统专用的书桌边 穿着笔挺考究的白色西装 背后挂着占据半面墙的 本人肖像话 当真应了那句老话呀 装逼如风 长扮如身 夏侯傲天 叛西医生说 好一个钱公子 一见面就给了我下马威 是我下侯傲天书了 我承认 现阶段来说 我与你有着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差距 但你不要得意啊 正所谓末期少年穷 上一个期我的半身 已经在祖屋自闭忏悔了 现在开始谈生意吧 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不会被唬住的 看着对面的年轻人 傅清阳眼神里闪过一抹困惑和茫然 难以理解的中二 不讲道理的责大 自我催眠般的骄傲 这些心理和情绪在洞察树之下一览无语 可正因为真实 傅清阳才觉得不真实 刚才那一瞬间 他从夏侯傲天的表情和眼神里 看到了愤怒 看到了斗志 看到了兴奋 看到了屈辱 看到了不甘 他只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对方却在心里演绎了一部 至少四十集的爱恨情仇影视剧 世界上真有这种奇葩吗 父亲阳目光微动 压下内心的困惑和茫然 保持高冷姿态说道 原始天尊告诉我 你在莫宗机关城里 得到了一本机关书秘籍 那是一本绘制了众多机关造物图纸的秘籍 夏侯傲天看向书桌边的张元清 没好气地说 你 你怎么能背叛我 咱们可是一个帮派的 这怎么能叫背叛呢 这是合作啊 你现在有核心技术 但缺钱 你得融资啊 张元清朝父亲阳 做出托举手势 咱们的钱公子 愿意做你的天使投资人 夏侯傲天一脸不信地审视两人 想了想 狐疑说道 你们是不是在书房外 安排了三百刀俯手 只要我拒绝 就摔杯为号 冲进来把我干掉 没有没有 书房外没有刀俯手 只有腰细腿长脸蛋翘的兔女郎 呸 穷奢极乐 夏侯傲天极度到质币分离 张元清接得无比丝滑说 等你和钱公子的合作达成 你也可以这样穷雄极乐呀 夏侯傲天一听 颇为期待地摸着下巴 嗯 我不要吐你了 我要穿吊带袜的小玉姐 父亲阳嘴角微微抽搐 冷冷说道 我的书房不是你们讨论 风花雪月的地方 他目光平静地看着夏侯傲天说 我们可以合作 你做厂商 我做代理 制作机关的原材料由我提供 你只负责加工 制作 我来负责销售 也只能由我来销售 你不能有其他分销商 不能把机关术秘籍泄露给任何人 包括夏侯家 夏侯傲天耸耸肩 可我已经把机关术秘籍泄露给夏侯家了 什么 张元清大吃一惊 父亲阳却一脸镇定地说 泄露了多少 夏侯傲天昂起下巴 不愧是赤豪 居然没吓住你 我用一张最低级的傀儡人 抹平了欠家族的债务 他显然不止一点五个亿 但书公说愿意为我支付一价 说白了 就是想要后续的机关图纸 而我也更倾向于把图纸卖给家族 糊涂啊 你怎么和孙长老一样糊涂 家族发展 哪里有帮派发展重要啊 肯定是家族发展重要啊 哎呀 这家伙意外的有B数啊 张元清不由皱起眉头 诚然 家族发展肯定比帮派发展重要 哪怕夏侯傲天不被家族长辈所洗 但邻敬世家的特点 注定了只要是有血缘关系的族人 就一定会受到庇佑和恩惠 注定了 只要不是阿斗 哪怕再被讨厌 只要实力到了 家族就一定会放权的 目前来说 王者归来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傅信阳无视了夏侯傲天的话 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规则 我打算以王者归来帮派的名义 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以公司的掌控者身份 与太一门五星盟谈合作 成为两个官方组织的机关武器供应商 等与官方的合作稳定下来 我会把业务拓展到邻敬世家 背靠官方的民间组织 他们以后都会从我们这里拿货 赚取的利润 我们四六分 你四 我六 傅信阳望着夏侯公司说 现在我们谈回来 是家族发展重要 还是帮派发展重要 夏侯傲天声音洪亮 神色坚决 帮派发展重要 这家伙给的太多 夏侯傲天不得不屈服 他没钱没资源 要么把机关密集 以大价钱卖给家族 要么和傅信阳一样 以家族名义成立一个公司 他最多就是公司里面的CEO 绝对不可能有40%的股份 家族企业那么多 没有任何个人 拥有10%以上的股份 家主自己都没有 傅信阳满意点头说 隔壁的别墅 我已经买下来了 用作机关术制造工厂 你现在是工厂的负责人 回头会安排一批学士过来 由你来管理他们 一些不算核心的部件 就交给他们去制造 说到这里 傅信阳提点说 身为主角 你需要团队和小弟 这里是你夏侯傲天名扬天下 成为比肩鲁班 莫子的第一步 这句话的杀伤力 不亚于关雅队张元清说 老爷 奴家以后 每个月给你纳个切呀 夏侯傲天眼神陡然亮了起来 绽放出振奋和激动的色彩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打发走夏侯傲天 傅信阳看向张元清说 给他的40%里 我会在合同上写明 其中5% 作为你们帮派的运转基金 但我不会在现在说 等他稳定下来 我会告诉他 拒绝纯技术入固 他必须掏空积蓄 投入到第一批机关武器的生产中 等沉默成本 累积到一定程度 我会削他的股份 一个人拥有40%的股份 并不适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你觉得削到多少合适 张元清说 30%吧 太少了他会造反 到时候我很难哄了 傅清阳点点头 又说 我会拿出10%的股份送你 你可以邀请一些 信得过的人入股 比如你那位 八字没一撇的丈母娘 她最近几年的生意并不好 10%的股份 将来得多少钱啊 张元清那头就败 多谢老大 李春风背着双肩包 拎着行李箱 默默地走出房间 客厅沙发上 穿着小热裤分享临时的 一大一小美人 诧异地看了过来 谢灵溪惊讶说 李春风你要离职了吗 女王也看了过来 表情茫然又不舍 作为学士 李春风在小队里面的作用 不可替代 执行任务时干扰敌人信号 定位敌人位置 干扰敌方监控等等 俨然成为小队坚强的后盾 而在生活中 他不但会修电脑 修空调 换灯泡 修洗衣机 还能翻墙到外网 截图有趣情报 除了不会打架 几乎是个全能小助理呀 学士之躯 比肩团队 李春风指了指外面说 不是离职 暂时调岗位而已 傅长老买下了 我们后面的大别墅 要把它改造成 机关武器工厂 我被调到那边去了 谢灵溪皱起小眉头 这不就等于离职了吗 那你以后就不是我们队的人了 没任务的时候 我就会在那边拧螺丝 有任务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一起出行的 女王和谢灵溪 瞠目结舌 如此丧心病狂 这不行 这不是拿你当牲口用吗 李春风文言 逗出了纠结的神色 最后是屈服 声音空洞地说 我本来是拒绝的 这不符合我的生活节奏 会让我的生活品质降到谷底 可傅长老书 工资后面加个零 他给的太多了 李春风坐在别墅一楼的大厅里 茫然地看着手里的员工手册 与其说是手册 其实就是一张打印纸 抬头是王者归来技术部员工手册 上面罗列了三十条注意事项 但都很离谱 比如第一条 夏侯傲天是技术部的领导 也是唯一的领导 又比如第二条 请牢记夏侯傲天是古往今来最具智慧的学士 请对他置以崇高的敬意 见面要恭敬问候 再比如第六条 在技术部 请牢记夏侯傲天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如果你有反对意见 那一定是你错了 又或者第十九条 夏侯傲天非常关爱下属 每周六会开堂讲课 传授学士职业的奥义和渊博如海的知识 所以在以后的每个周六 称呼他为校长 这算几个意思呀 这位新来的技术部长是要搞个人崇拜吗 与其说是员工手册 倒不如说是洗脑条例呀 李春风差点怀疑自己进了传销窝点呢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卖身的 夏侯傲天正经危坐 嗓音低沉说 看你的表情 好像对我们技术部的规章制度不太满意啊 如今他也算是领导了 统领这帮派最重要的部门 将来市值几千亿的大公司 BOSS要有BOSS的威仪和气败 李春风心说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肯定不满意啊 这工作我不干了 正要拒绝这份offer 手机叮的一声 他拿起手机一看 是原始天尊发来的信息 内容是 这家换脑子不太灵光 以后别搭理他就行啊 好好干 副长老说给你配一台车 一位司机 李春风盯着短信认真看了几眼 默默地把手机短信展示给夏侯傲天说 原始天尊发我的 按照员工手册第二条 要对夏侯领导保持最高的敬意 原始天尊如此诋毁领导 我第一个不认同 夏侯傲天肃然起敬 站起身 伸出手来 好同志 好领导 夏侯傲天开心地领着李春风参观工作场地 一楼的大厅拆除了所有墙壁 只保留城中柱 添加了冷却池 实验室 数控机床 3D打印机等设备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设备 打造道具用不着这些 但制作机关武器 现代化工业设备是绝对的利器 二楼那是工具房 有着最齐全的工具 材料足够的话 你甚至可以在这里造一台跑车出来 但李春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设备再好 也是现代工业产物罢了 李春风皱起眉头说 领导 副长老让我来制作机关武器 可这一圈走下来 厂房里全都是反物啊 熔炉呢 我没看见最关键的熔炉啊 炼器也好 制作机关武器也好 都离不开最核心的两件东西 一是图纸 二是熔炉 图纸想来不用他操心 可熔炉他没看到 这里是厂房 却没有熔炉 就等你这句话 夏侯傲天学着原始天尊打响指 跟我来 他领着李春风回到一楼 停在冷却池边的八角凹槽里面 当着这位学士的面 取出了一只半人高的金铜炉 炉身雕刻 形似羊头的恶兽 看看属性 夏侯傲天 骄傲地昂起下巴 他期待地看着小学士 看完炉子属性之后 露出激动兴奋 然后对他这个领导更加景仰 李春风好奇地伸出手 抵住炉身 几秒钟之后 他露出意外之色 好东西 夏侯傲天露出意外之色 盯着李春风猛看着 好东西 就这 竹仔机啊 这是竹仔机道具啊 你不给他跪一个 对得起他的位格吗 李春风想了想 说起来 这件炉子的属性和我见过的一件规则类道具很像 那道具叫百炼熔炉 说完他看见夏侯傲天突然捂住胸口 另一只手撑着炉顶 俊美的脸庞狠狠抽搐着 一副心脏病 心梗的模样 李春风大吃一惊 领导怎么了 夏侯傲天咬牙切齿 没事 就是忽然心脚痛了 四日上午 傅清阳把新副下属召唤到书房 开门见山地说 我已经向总部和江淮分部发了邮件 说你把阴阳转盘弄丢了 你准备一下 用不了多久 总部应该会派人过来询问情况 张元清精神一震 陈吟说道 老大希望我是什么态度 傅清阳看他一眼 冷笑说道 让你问梁公姐 让你乖乖听话 让你拆了反骨 让你怼总部石老师三思后行 你做得到吗 张元清顿时有些尴尬 傅清阳冷哼一声 你随意发挥就行 老大 你的语气就像是 恨铁不成钢的爹妈呀 张元清嗚了一声 随后在惠客区入座 享用着玻璃茶几上的 黑松露蛋糕 火腿片 冰激凌等小零食 这些东西都是惠客区的标配 哪怕没有客人 哪怕前公子不吃 兔女郎都会每天更新的 前公子不怕浪费 前公子需要排面 约摸两小时之后 书房的门 哐的一声被踹开 一名两鬓斑白的中老年人 闯了进来 这位中老年人 穿着黑色正装 裹子脸落腮糊 两边嘴角微微下垂 眉心的穿字纹和眼角的 鱼尾纹深刻 气质强硬严肃 像极了漫画里面 一丝不苟 铁面无色的警探 正是江淮分部的长老 灵静哀地 警探 前江淮治安署大队长 警探长老身后是 身着正装 戴金色筐眼镜 气质温和的中年人 总部大长老 地红的秘书 傅青阳 你搞什么鬼 老警探大步而来 直接无视张原青 瞪着书桌之后的 傅青阳 喝道 老子的阴阳转盘呢 傅青阳窥然端坐 面部改色说 警探长老 听说你年轻的时候 性格刚强 公正不恶 当了这么多年的长老 该改改性子了 一件圣者阶段的道具而已 算得了什么 这话明显起到了反作用 警探长老 额头轻轻爆突 恶狠狠地瞪着他 一件圣者阶段的道具而已 行 你傅青阳有的是道具 今天不交出阴阳转盘 那就赔一件 相当品质的道具 不然休想善了 阴阳转盘是 圣者阶段的极品道具 是江桂分部的镇部法宝 毫不夸张地说 竹轻机以下的敌人 只要带上这件道具 基本就能搞定 堪称战略神器 而在竹轻机 面对七级的敌人 阴阳转盘也能起到 不错的削弱效果 如此重要的道具 一具遗失在副本里 就像昧下来吗 傅青阳默然不语 只看了张元清一眼 后者心领神会 咽下蛋糕 站起身来说 这和傅长老有什么关系 东西是我丢的 我赔就是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集 警探长老目光锐利地盯着他 冷冷说道 你既然肯担责任 那最好不过 我知道你身上有不少好东西 恰好有两件东西 可以补偿江淮分部 一件是祭天套装 另一件是万界商行兑换票 你选一个赔吧 张元清心里冷笑 你在想屁吃 胃口这么大 不怕撑死你了 祭天套装自不必说 万界商行兑换票 可是能够让半神 EV3的顶级消耗品 在半神眼里 都是保命底牌般的宝贝 行 我赔 张元清早有复告 高无声说道 按照当初签署的协议 我会退还 江淮分部的一切奖励 分别是五千万现金 一件胜者阶段 普通品质的道具 以及B级功勋 但因为我成名以来 穷凶极乐 好嫖好赌 早已败光积蓄了 五千万现金无法偿还 总部可以将我列入 征信黑名单 等我攒够钱 一定还 傅清阳把一串项链 放在书桌上 揭察说道 道具我替他出了 A级B级的功勋 总不会扣 警探长老 拿了道具走人吧 警探长老猛然挥手 斩碎张元清身前的茶几 怒不可遏地说 傅清阳 你敢耍我 傅清阳针锋相对 你打不过我 两人间的气场相互碰撞 一缕缕可怕的剑气 榴弹般四射 在天花板地毯家具 留下一道道纤细的剑口 张元清连忙摸出手机 打开摄像功能 叫道 好好啊 在怀分布的长老 竟在松海行凶 目无法迹 知法犯法 我都落下来了 我要去表姐那 告你一创 警探长老愈发愤怒 你表姐 张元清扯着嗓子喊 我表姐就是袁帅 对碰的剑气陡然一弱 在旁观战的李秘书 种种咳嗽一声 终于开口说话了 两位都是官方长老 不要做得太难看 我代表大长老 来调解此事 他抬脚跨入双方气场间 两股剑气领域同时溃散 化作疾风 扫过书房 警探长老冷哼一声 今天不把阴阳转盘交出来 谁调解也没用 傅清扬重新坐下 丢了 警探眯起眼 那就把祭天套装 赔给江淮分布 原始天尊 还在录吗 录着老大 很好 傅清扬点点头 看向李秘书说 李秘书 江淮分布警探长老 觊觎原始天尊的祭天套装 来我松海虎脚蛮缠 与强行掠夺 按照官方规矩 该怎么处理 李秘书笑呵呵的 获悉你 严重了 傅长老严重了 傅清扬无视他问道 原始天尊 该如何 该革职 另外 傅长老作为松海分布 巡逻部负责人 拥有维护秩序 保卫辖区的责任 若有灵进行者行凶 按照官方规定 不管什么身份 一律杀无赦 李秘书和警探长老 脸色一变 但后者更多的是暴怒 他晋升主宰 成为江淮分布长老以来 还从未有人 跟他这般死磊 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 李秘书用更加强势的目光 压制警探长老 夺步到书桌边 笑呵呵的说 傅清扬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你知我知 便不必在这里做戏了 这样吧 傅家资助江淮分布的八千万 如数奉还 不但如此 江淮分布 再拿一笔数额相同的钱 投资傅家 他眼神真振地看着傅清扬 如何 前公子皱了皱眉 答非所问地说 原始 几天前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傅家给了江淮分布一笔赞助费 具体数额是多少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 张元清高声附和 老大 是八个亿 傅清扬微微汗手 把目光投向李秘书 您听到了吗 李秘书脸上笑容缓缓消失 坦西说道 傅公子的胃口 是不是太大了 傅清扬脸色冷峻地反温 当初卡转盘使用权 怎么没反思自己胃口大不大 那就是没得谈了 无送 李秘书深深看他一眼 又瞥了一下张元清 似乎此人并不值得自己正眼看待 李秘书转身离去 走吧 离开傅家湾别墅 两人进入专车 等车子驶离傅家湾别墅小区 李秘书抽出一根烟 捏在手中把玩着 看清楚了 警探长老嗡一声 他在说谎 转盘没有丢 李秘书汗手 傅清扬是小黑吃黑啊 警探长老于怒未消 横的 敬酒不止吃罚酒 李秘书 只能通过你向大长老 让总部给他施压了 傅清扬和原始天尊不同 那樊国才不要前途的 傅清扬不一样 他不会为了一件阴阳转盘 和总部对着干 李秘书摇了摇头 向大长老反馈 你让我怎么说 说我们受贿八千万吗 卡阴阳转盘使用权这事 是他们私底下的行为 大长老弟红并不知情 警探长老杨梅说 江淮分部不会吃这个哑巴亏 我同意 其他长老也不同意 警探长老皱起眉头 那就去闹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原始天尊连五千万法金都不给 就让总部把他拘了 什么时候还钱 什么时候放出来 拘他需要十老千字 你我没权的 虽然原始天尊和总部 关系闹得很僵 但好歹是明星人物 普通长老没有权利拘留的 李秘书点了一根烟 淡淡说道 查案你有一手 这方面的事就不擅长了吧 大长老那边 我是没办法去说了 但你可以去找蔡长老 相信他很愿意签捕令 把原始天尊拘了之后 你再跟蔡长老说 原始天尊 谎称阴阳转盘遗失 想独吞这件道具 转盘是官方的资产 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接下来的是 你就不用操心了 蔡长老会替我们申请虎服 审讯原始天尊 警探长老眼睛一亮 李秘书继续说 审讯的时候 记得问问原始天尊 父亲羊知不知情 给他定一个包庇罪 或者同伙罪 丝毫不难 幸福的给脸不要脸 就别怪我们无情 警探长老立刻摇头 他是元帅的弟弟 能别动就别动 一个在书房里暴怒叫嚣 一个始终笑眯眯的霍西尼 但到了背后 阴损的还是后者 元帅不会管这些破事的 上次帮主已经破例插手 五行盟事物 他再插手 石老就可以名正言顺 抗议不尊了 其他三位盟主也不会纵容他的 盟主们能忍一次 但不会忍第二次 不然当年他们定的规矩 就名存实亡了 况且 这次的情况和上次不同 这事原始天尊不战利 他的的确确在侵吞官方资产 书房里 父亲杨说 这两天先回家躲躲 等我消息 心里的是个阴火 不会善把甘休的 张元清镇定地喝着可乐 老大 你觉得敌人下一步是什么呀 父亲杨冷冷一笑说 找杏菜的帮忙 英雄所见略同 父亲杨没搭理他的功维 斜眼看来 八个亿 你胃口倒是不小 这万一答应了呢 做梦 反正老大 你也没想拿回那八千万呢 那八千万是买阴阳转盘的钱 没有这笔钱 你就真成了侵吞官方资产 使老不答应 盟主也不会答应 还是老大您考虑周全呢 接下来就靠老大 纵横百合了 父亲杨沉默不语 张元清纳头便拜 麻烦老大了 父亲杨这才汗手 小事 还是张元清舔得舒服 晚上九点 张元清盘坐在别墅天台 身前摆放大螺星盘 眼中浓缩着如水般的星光 夜幕沉沉 凡人眼中辽阔高远的夜空 在他眼里星罗旗步 璀璨而梦幻 寂静而神秘 张元清昂着头凝视夜空 认真观星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无悲无喜 气质神秘缥缈 如同古时候坐在山巅 通晓古今的圣贤 买入六级中期之后 观星术得到大幅提升 主要体现在时间尺度的增长 就拿阴阳转盘事件来说 之前张元清能看到 此事未来三天的进度 现在是七天 这就是时间尺度的增长 不过 只要涉及高卫阁主宰 那么事件进度中 就会布满一块块 迷雾笼罩的区域 这些区域无法窥探 而涉及到半神 则连迷雾区域都不会有 半神似乎有 反观星反占卜的能力 丁卫阁临近行者 看不到他们 果然有迷雾啊 说明此事有高卫阁主宰参与 老大没猜错 他们会请蔡长老出手 但也可能是 帝红长老 有黄太吉这层关系 这位大长老 应该不至于主动对付我 但阴阳转盘的事情 他不可能占我 总部不会容忍 我侵吞公家资产的 他本不愿侵吞公家资产 但老大的八千万不能白话 后来拒绝李秘书的妥协 则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就好比别人设计坑你 失败之后道个歉 退个钱就想了结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不管是他还是傅清阳 都不是那种信奉吃亏是福的人 张元清收敛眼中的星光 结束推演 让阴阳转盘相关的信息消散 几秒后 他重新睁眼 星光灿灿 周天星斗再度浮现 星子碰撞未移 显示出未来的走势 这次张元清推演的是 冥王的下落 夜空中的星子碰撞 越来越剧烈 闪烁的光芒也出现变化 整个夜幕 仿佛变成了显示屏 只有掌控暗号的人 才能看懂显示屏的变化 十几分钟之后 闪烁不定和犹疑变化的 星子回归原位 然后西南方一颗星子 骤放光明 急而暗淡 张元清豁然睁眼 西南方 冥王在西南方 他从安妮那里 要到较为详细的冥王资料 以资料为媒介进行推演 能获得具体方位 已经是可喜的收获了 想要更进一步 就得与对方产生因果 或有贴身物品 血肉发肤等物作为媒介 但现阶段来说 这些东西不可能得到 等阴阳转盘事件结束 去一趟西南 就当度假了 再推演一下 关雅他们 他重新睁开星谋 观看星象 灵静隔绝了关星术 但我和关雅因果太深 多少能获得启示 还活着 非死亡内副本 当然还活着 推演了个寂寞呀 张元清结束关星 感觉眼睛有些发酸 伴随轻微的炫蕴 观星术太耗费星辰之力了 而且他还得一边观星 一边维持大螺星盘 有点尴尬呀 我现在太阴之力 不如主修太阴的 星辰之力 不如主修星辰的 不过我有日之神力 是同职业的天敌 这是一抹普通人 无法看见的乌光 掠过天空 降落在天台 一对俊男美女 从乌光中显身 俊男笑眯眯地 朝他招手 原始 好久不见呢 张元清完全不理他 盯着外国血统的 美人猛看 这是一个容貌和颜质 都堪称惊艳的姐姐 不不 阿姨 披肩绿色长发 末梢微卷 完美的鹅蛋脸 五官精致深刻 浅蓝色的毛子 风情万种 她穿着白色的背心 黑色皮衣 以及一条修身牛仔裤 张元清心说 不愧是让导师 孝心变质的女人 果然是位角色呀 邻君怒顺着她 你盯着维多利亚的时间 超过安全值了 请收回你的眼神 不然他们师徒 今天恩断义绝 张元清脆道 我只是好奇而已 不要以己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维多利亚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好色风流 女朋友遍布松海的 原始天尊 张元清满脸问好 维多利亚微微一笑说 你好 标准的京城口音 普通话甚至比张元清 这个南方人还自整腔圆 张元清不再调侃 起身行礼 正色说道 劳烦您来 举手之劳 他此行的目的是 不知正法 赐予原始天尊隐秘之力 第二天早上 张元清刚吃两口尖角 一群执法人员 就疯疯活活地闯进来 个个身着正装 俊男美女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棒子锅的偶像剧 为首的是一名 黑熊般强壮的汉子 同样一身正装 但衬衫的扣子打开两颗 露出浓密卷须的黑毛 这位气质看着像火石 身材看着像火石的壮汉 大步走到餐桌前 声音粗犷红亮爽 原始天尊 我是江淮分部的高级执事 临近ID 辽元天火 您涉嫌侵吞五仙盟资产 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这是总部签发的拘留令 还派了一个火石过来 张元清立刻明白 李秘书和警探长老的险恶用心了 审判会之后 大家都知道原始天尊解傲不逊 连总部失老都敢怼 所以 江淮分部派一位冲动暴躁的火石 缉拿他 是为让两个炸药桶来碰一碰 一旦他反抗甚至动手 那事情的性质就升级成 原始天尊畏罪拒补 张元清目光落在拒补令上 看见了签署者的ID 蔡秦赫 去哪儿啊 他收回目光 继续吃着包子 江淮分部 张元清嗷了一声 语气平淡说道 等我吃完早饭 果然 壮汉一听 当即浓眉倒数 一把按住张元清的肩膀 请跟我们回去 立刻 话还没说完 他眼神忽然空洞 正正立于原地 身后江淮分部的俊南美女们 一个个呆愣在那里 张元清轻轻拨开肩膀上的大手 埋头吃饭 等最后一碗豆浆入肤 他抽出纸巾擦干净嘴巴就说 我吃完了 这句话如同解除魔法的咒语 呆愣中的众人纷纷恢复 眼里重新焕发神采 看到眼前景象之后 纷纷一愣 在他们的意识里 原始天尊拒不配合 已经被辽原执事强势押走 坐上了前往江淮分部的专车 大家觉得原始天尊也不过如此 并寻思着途中找机会 刁难一下这位天才人物 毕竟身为江淮分部的中层干部 大伙都对原始天尊 侵占自家宝贝这件事 极度不满 心怀敌意 可是现在 他们依旧身处别墅 而原始天尊 则是面带微笑地 坐在空空如也的餐盘前 幻术 包括燎原天火在内 江淮分部众人瞳孔微缩 执法者的火焰和气势 如同被浇了一桶冷水 他们甚至都没明白 自己何时中了幻术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集 剑下马威的效果达到 张原青含笑起身 我愿意配合调查 走吧 他把双手凑到壮汉面前 要不要手铐啊 燎原天火表情变换了一下 出发前 警探长老确实有过暗示 说原始天尊 侵吞江淮分部的资产 途中适当敲打 可现在看来 哪怕是暴力执法 估计也是在幻术中 进行的份啊 这是 身后一位容貌娇好的 年轻女子说 不用了 您只需要回去协助调查 不是人犯 燎原天火 顺着台阶而下 走吧 江淮分部的巡逻队 是开车来的 回去自然也是开车 江淮距离松海 需要跨省 总路程有两百三十公里 早上出发 中午才抵达江淮分部 有了不久前的夏马威 这一路上 执法队安安分分 没有刁难他 也没有挑衅他 张原青直接被带到 江淮分部的审讯室里 小房间冷灯光 审讯仪 以及一台 正对着他的录像设备 与总部的调查部门的 审讯室布局 如出一辙 他被晾在审讯室 一个小时之后 沉重的隔音门被打开 一位带着几分 军人气质的青年 走了进来 我问 你答 青年入座 先放下录音笔 再铺开口供本 拿几笔 冷冷地说 燕阳转盘在什么副本丢的 帮派副本 什么等级 S级 墨宗机关城 青年书写的手势一顿 台谋看他一下 继续问他 同行的帮派成员名单 成员名单涉及到隐私 我拒绝回答 燕阳转盘如何丢失的 详细说说过程 江湖分部的办公点 设在欣欣攘攘的市中心 规模类似于治安署 出门左转100米是商场 周围都是居民楼 右边还有一座小学 各大分部的办公点 都设在市中心 乍一看 这和绝不泄露 零进行者存在的初衷相违背 超能力者的总部 就该设在无人的郊区 才最稳妥 但其实 官方各大分部的选址 是非常有讲究的 排在首位的条件 就是人缘密集 人缘越密集的地方 就越安全 道德值得存在 让所有灵进行者 投鼠忌尽 没有人愿意 在闹市里面 大开杀戒 哪怕是半神 也会忌惮 因此五星蒙成立以来 各大分部 几乎没有被 邪恶阵营的大佬针对过 换成无人的郊区 恐怕早就被 邪恶组织的主宰半神 给连锅端了 毕竟人家是光脚的 来乌影去无踪 而官方是秩序维护者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因此 在残酷的阵营对抗中 不得不牺牲一些 常人眼中的 道义和善良 顶楼办公室 警探长老站在 落地窗边 望着车流 穿流不息的街道说 燎原天火说 原始天尊的幻术 达到了圣者阶段 巅峰水平 那应该不是新幻术 他把一川美 炼成了灵仆 原桌边的黑袍老人 叹了口气说 哎 再加上贪婪神将的师身 他一人便等同于 数位六级圣者 短短五个月 便达到如此成就 简直骇人听闻啊 如果性格能温和些 总不会不顾一切的 把他培养成 第六位盟主吧 但有了原帅的 前车之剑 师老不会让他掌权的 除非能磨平棱角 原帅 警探长老闻言 一下子想起 当年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年轻时的原帅 虽然没有原始天尊 这一身反骨 但同样有着恶劣的性格 强势霸道 一言不合 就拿剑捅人呢 元帅是在圣者静 入职五星盟的 圣者静之前 他是任职于天法组织 据说 富家祖老会打算 让这位天之娇女 跳槽到五星盟时 天法两位半神首领 都惊动了 派了一支 一级执行官组成的队伍 入主富家施压 五星盟也不甘示弱 连忙派去长老团 双方在富家磨了一年 见面就吵 吵完就打 恨不得跑祖坟 最后 嚷出巨大的利益 才把这位姑奶奶 招揽到五星盟 好不容易 把种子招揽到麾下 总部宝贝着呢 给她最大的福利和便利 高高捧着 捧着捧着 就出事了 身为邻近世家的 掌上明珠 傅清轩自身容貌也出挑 再加上天赋异禀 她理所应当地 成为官方年轻俊艳 二代三代的追求对象了 二代三代是个很复杂的群体 其中不乏官方四公子 这样的人节 但也有很多 奢靡享乐的草包 于是便有人 使了下三滥的伎俩 然父亲宣盟主之资 智慧超群 即使草包可以算计 便将人一箭捅死了 这事虽是对方有错在先 但罪不至死 且死活不该由傅清轩来定 于是总部便想敲打敲打 傅家明珠的性子 好叫她收敛 罚得也不重 降职 禁闭一月 罚金三千万 以及两件道具 傅清轩哪受过这种气啊 她在傅家是小公主 在天罚是小公主 在五星盟成了长公主 跋扈刁蛮得很啊 便闹到总部 搞得时老 颜面尽失 类似的例子啊 还有很多 傅清轩任职期间 不服管束 时常动手打伤同事 凡她看不惯的 一律教训 性质恶劣的 一律捅伤 虽没再闹出过人命吧 但总部 根本就驾驭不住 她之所以近帮派 副本历练 也是因为矛盾 激化到难以调和 比现在原始天尊 和总部的矛盾 还要深 好在她在副本中历练一年 出来之后 性子有所沉淀 不再锋芒毕露了 这些年担任元帅 渐渐成熟 终于有了盟主的样子了 所以 总部敲打 原始天尊 是有道理的 就是为避免 再出现傅清轩 这种叛逆的孩子 轻轻地敲门声 打断警探长老的思绪 她望向办公室的 磨砂玻璃门说道 进来 年轻的剑客 推门而入 将笔录奉上之后 便退下了 警探长老返回桌边 与黑袍老人对坐 认真阅读笔录 她严肃地脸庞 露出一抹讥笑说 阴阳转盘 坠入深渊 拙劣的借口 她是不是真以为 傅清阳 能替她摆平这件事 侵吞阴阳转盘 确实有些目中无人 在这件事上 江淮分部和原始天尊 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警探长老哼道 不但目中无人 还很愚蠢 官方资产 是他想吃就能吃的 总部不会答应 盟主们也不会答应 这种先利一开 其他分部 是不是也纷纷效仿 把公家的财产 转移到私人药包 这些年 有不少执事长老的亲属 想尽办法 把五星蒙的资产 吃到自己的药包里 把公家的钱 以合法的手段 转化为私人资产 总部对这样的行为 向来是严惩不待的 她抬起茶杯 抿了一口 望向黑袍老者 服服下来了吗 黑袍老者摇头 蔡长老已经向元帅申请了 今天下班之前 应该能到 警探长老把笔录一丢 等虎夫身行下来 把这件事定性 盟主们也不会纵容他的 愚蠢 两人没有再说话 沉默喝茶 不多时 黑袍老人面前手机响了 警探长老瞥了一眼 亮起了手机屏幕 来电人是蔡长老的秘书 黑袍老人接通来电 点击免提 笑着说 周秘书 电话那头传来 男人低沉的声音 虎夫没有申请下来 元帅拒绝了 什么 黑袍老人和警探长老 猛然挺直腰背 惊恶地盯着手机屏幕 蔡长老的秘书重复一遍 袁帅拒绝了 黑袍老人拿起手机 语气急促说 理由是什么 周秘书的语气忽然古怪起来 他说 心情不好 不见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集 心情不好 不见 听到这个回复 警探长老头皮一阵发麻 他刚才为什么会觉得 元帅渐渐成熟稳重了呀 元帅还是那个元帅 性格依旧恶劣 从未变过呀 成熟稳重是假象 会跟结底是当今世上 已经没有人敢招惹他了 没人招惹 当然会温和呀 黑袍老人说 不能因为这种可笑的原因 让咱们的计划功亏一篑 警探长老 你应该有真别谎言的道具 主宰及道具足矣 警探长老压制着怒火说 元帅为什么不见虎服 明显是傅青阳在村中作梗 你觉得以傅青阳的智慧 他没考虑到主宰及道具 也能威慑元氏天尊吗 那也太看不起我们之后了 周秘书 请蔡长老想想办法 一定要让元帅借出虎服啊 周秘书声音一沉 盟主不插手事物是规矩 但盟主不借道具 你让蔡长老怎么办 强迫元帅吗 这世上没人能强迫元帅 黑袍老人陈森之际 警探长老看他一眼说 我们就不要在自己 不擅长的领域里瞎琢磨了 斗争方面 总部的同志才是各种好手 对吧 周秘书 周秘书笑了笑 声音依旧低沉 警探长老这是夸我 还是嘲讽啊 确实不算大问题 元帅不借虎服 那便不要虎服了 此事的重点 从来都不是实质性的证据 重点是元氏天尊 想侵吞阴阳转盘 施老会任由这种事情发生吗 别说施老 便是盟主也不会容忍 元氏天尊一意孤行的话 他的敌人就是施老 是盟主们 所以 警探长老懂了 所以 我们只要给总部一个处置他的油桶 一把刀子 剩下的事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没错 警探长老严肃的脸庞露出笑容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审讯室里 张元氏已经被晾了五个小时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太阳快落山了 他坐在审讯椅上 闭着眼睛 雕塑般一动不动 突然 审讯室的隔音门打开 两鬓斑白的警探长老 孤身一人进入室内 双手空空如也 既没带笔也没带本子 警探长老关掉录像机 拉开椅子入座 淡淡说道 玩够没有 你在办公区域 掀女员工的裙子 擅自控制电脑 播放淫秽视频 操纵员工辱骂江怀分部长老 脑袋分部鸡飞狗跳 光凭这些 我就能拘你十天 警探长老等了片刻 见他始终闭眼端坐 一动不动 冷冷说 信不信 我一键批了你的灵体 张元清这才睁开眼睛 勾起嘴角 你说话要讲证据 谁不知道我原始天尊 专情是个绅士 这辈子就没碰过淫秽视频 你说的那些都是莫须有 清晦长老 你这是逼我 全军银送满江红啊 警探长老自动无视他的烂话 赠骨赠地说 江怀分部一直不富裕 相比起你们松海 我们同时的工资 福利不值一提 当初你狮子大开口 又要道具 又要五千万现金 分部的高层都是反对的 但你很强势 敢和总部拍桌子 总部虽然不满 可念你钱力无限 便纵容了你 我们江怀分部也只能认 这就是规矩 上头的命令只能遵从 哪怕不公平 这次你借用阴阳转盘 收你点钱不过分 我们也只收一次 往后两次不会再卡 借阴阳转盘就得交钱 这也是规矩 说到这里 他摇里摇头 傅清阳是个精明的政客 他不可能拼不出这个默契 但他却怂恿你 青春阴阳转盘 真不知道是什么用心 张远青眯亲眼 拙劣的离间计啊 另外 不要跟我说 你那一套钱规则 我不认 我知道你不会认 你要是懂得 这些规矩和道理 你就不会走到 今天这一步 你本该有更好的前程 可悲啊 我不觉得 有一个伟人说过 和光同尘是智慧 但冥顽不灵才可敬 那个伟人就是我 警探长老吃笑一声 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 嘴上却说 我年轻时与你一样 只认理 但现实教会了我做人 行了 不与你废话 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元帅拒绝借出护肤 同时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们有办法 让你说真话 张远青挑了挑眉 正要说话 忽见审讯桌后的警探长老 抬起了手 掌心朝下 五指微微翘起 如同人偶操作师 下一秒 张远青感觉有什么 看不见的线条 从头顶垂下 钻入他的后颈 肩膀 手肘 心盖 手腕 脚腕等处都有类似的感受 他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 但是很快 就连瞳孔收缩这件事 他都无法自主完成了 他成了警探长老手中的提线木偶 这是掩尸的能力 坏消息就是 我们不需要护服呢 警探长老韩笑起身 打开录像机 接着返回审讯桌后 取出一块黑铁令牌 一边握持在手 一边说道 袁世天尊 看着我的令牌 现在我问你 阴阳转盘 到底有没有医师 说完 他左手微微动了一下 张远青嘴唇颤抖着 似乎想挣扎一番 但还是说出言不由衷的话 没有医师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集 警探长老再问 为什么要说谎 他左手十指动了动 张远青受起操纵 回答说 我想私吞一扬转盘 警探长老本想再问 父亲杨知不知情 但思虑再三 还是放弃了 作为元帅的弟弟 富家的大少爷 松海分部手握实权的长老 父亲杨不管是背景 还是自身 都铁打一般的硬 把这样的人牵扯进来 只会坏事 没有任何的好处 于是他改口说道 感谢配合 你今天说的所有话 录像机都记录下来了 我会如实反馈给总部的 说完 他左手一握 掐断了无形的线 但张远青的身体 仍未恢复 关节像是生锈了一般 难以动态 警探长老起身 走到录像机前 关闭录像功能 淡淡说道 五分钟后 你的状态会恢复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也可以回松海 你随意 拆下支架上的录像机 转身离去 富家湾别墅 被改造成厂房的大厅里 父亲杨坐在 唯一的高背椅上 双手交叠于富 审视着面前的 四件机关武器 他将目光投向一旁的 下核万物天 介绍一下吧 也是时候让你 见识见识我的成果了 这次建机关武器 是我干了两天两夜 做出来的 为了完成你的任务 我们的优秀员工李淳风 险些猝死在冷却池里 我建议涨薪水 为了员工工资 结构的稳定 我决定剥夺 你涨薪水的权利 我下午有个会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开始吧 什么会 原始天尊的审判会 夏侯傲天喜兴于色 他又犯什么事了 那个李淳风呢 没猝死的话 让他出来解说 父亲杨用冷冷的语气 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忽然有些佩服 原始天尊呢 竟然能够游刃有余地 应付这种垃圾方式 夏侯傲天咳嗽一声 终于不再废话 拿起一件金属壁开说 它叫阿特拉斯拳套 看着很笨重 其实总重量不超过五斤 采用的材料是风钢 风钢的特点就是轻 哪怕是不擅长体力的学士和乐师 也能轻松驾驭 我在拳套里植入了感应系统 能识别佩戴者的动作 边说着 他边带上壁开 一拳打在工作台上 钢铁铸造的工作台 发出巨响 夏侯傲天侃侃而谈说 这一拳 笔尖三级初级的伙食 缺点是太耗能源 只能打三次 然后就得充电 充电这个功能 是我自己添加的 然后拳头里还装备了机阔 储存六支破甲短剑 一支就能破一级土怪的防御 同部位连续四次命中 能破两级后期的土怪防御 如果未读的话 必死无疑 另外 风纲虽然轻 但是出了名的兼顾 必要的时候 还能充当盾牌 傅庆阳满一点头 这个方式虽然性格古怪浮夸 但专业水平还是不错的 保密系统怎么样 放心吧 我在壁凯内部执了小型自毁装置 只要有人尝试拆解它 自毁装置就会启动 保证不会泄露机关内部的结构 接着夏侯傲天 拿起一米长的巨弩说 它的缺点是瞄准困难 且需要极强的臂力才能使用 但弩箭的威力比狙击枪还强 我理想中的使用者是赤后 第三件机关武器是一枚圆球 这件机关武器呢 叫佛怒唐莲 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丢出去 破甲毒针就会发射 有效射程是30米 覆盖360度无死角 比手雷安静 杀伤力却更强 使用过后 自毁装置就会启动 属于消耗品 为什么你取名的风格变化那么大 傅青阳看了一眼 阿特拉斯拳套和佛怒唐莲 夏侯傲天愣了一下 用一种怜悯的眼神望来 你不知道阿特拉斯拳套就算了 你连佛怒唐莲都不知道 你一定没有童年 真可怜 傅青阳没脚抽了一下 夏侯傲天开始介绍 最后一件机关武器 一具机关傀儡 这具傀儡造价最高 我在他眼里 植入了蛊惑之妖的眼睛 他拥有蛊惑能力 左臂里植入了破甲弩 另外 他还拥有剑客的战斗本能 堪比夜游神的阴师 不 是加强版的阴师 在超凡阶段里 他强力且实用 官方一定会不惜 一切代价地买下他 并希望我们量产 可以了 你录制一份 演示视频给我 再写一份 机关武器的数据给我 下午两点前 没问题吧 李川峰还没猝死 我会让他完成的 都行 傅青阳离开了 王者归来技术部 下午两点半 总部的会议室 屋顶头引仪灯 亮起黄灯 闪烁几秒之后 一道道银蓝色光束 投射在长条会议室两边 光束中端坐着一位位长老 总共是二十人 松海分部六位长老齐聚 江淮分部四位长老也在 剩下五人是负负责本次会议的蔡长老 以及总部其他九位长老的秘书 浑身笼罩 淡淡薄雾 目光早已飞人的蔡长老说道 本次会议由我主持 救援是天尊侵吞官方资产议案 进行讨论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集 帝红大长老的李秘书主动起身 手里捏着遥控器说 我先简单与诸位说说事情始末 几天前 原始天尊以开拓帮派副本为由 向总部申请使用阴阳转盘 出副本后 他谎称阴阳转盘遗失在副本中 昨日我和江淮分部的警探长老 上门问询详情 他拒不回答 更不愿意支付当初约定好的赔偿 当时 我和警探长老就意识到不对劲 就让总部的财务部门 查了原始天尊的账户 发现他在借走阴阳转盘后 就立刻支取了账户里的现金 并把名下的一栋别墅 转移给傅庆阳 我和警探长老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侵吞官方资产行为 于是向总部申请了拘捕令 把原始天尊带回江淮分部审问 说到这里 他抬起手按下遥控器 经过淮海分部的审讯 原始天尊已经招供 大家请看 蔡长老身后幕部缓缓降下 投影仪射出蔚蓝色光束 将一份时长二十秒的视频 投影在幕布之上 画面里 原始天尊坐在审讯椅上 目视着前方 警探长老的声音响起 原始天尊 看着我的令牌 现在我问你 阴阳转盘到底有没有仪式 没有仪式 为什么要说谎 我想私吞阴阳转盘 视频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简短但铁正如山 蔡长老淡淡说 按照官方律法 侵吞公产做何处理 李秘书回答说 阴阳转盘是圣者镜极品道具 价值难以估量 折合成现金至少有两个亿 而且还是有市无价 按律的话 原始天尊已经触及死罪的标准 狗长老率先开口 我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当日江淮分部 想从原始天尊手中 低价白嫖阴阳转盘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我游流怀疑原始天尊 受到了影响 视频里的内容不足为证 蔡长老 我提议重审 由宋海分部 和江淮分部的长老 共同见证 江淮分部的一位长老 冷哼说 白嫖 你这老狗竟如此侮辱的 那你怎么解释 原始天尊转移资产的行为 另外 他提供的关于阴阳转盘 遗失的笔录了 语言不详 又不肯透露帮派成员信息 没有人正能证明 他真的遗失阴阳转盘 警探长老接查 我是有完整证据练的 黄沙百战长老 语气冰冷地发表看法 这不是小事 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反复确认 而不是江淮分部把人带走 独断专行地给出所谓的铁证 很抱歉 如果是这样 我们松海分部不服气 江淮分部的黑袍老者 阴阳怪气说了一句 行啊 不过我建议先收监 请探一门的长老净化一下 顺便请副长老向元帅求来虎服 这样才公正公平 松海的蔑视天火怒拍桌子 你什么意思 想打架什么 是不是想打架 你约个时间地点 老子不送你回归邻境 我就辞去长老的职务 双方争执起来 唯有父亲杨沉默不语 像是一个旁观者冷冷地端坐在那里 庙长老的秘书敲了敲桌子 打断两大分部的争吵 这是一位身穿汉服 儒雅随和的中年人 此罪就不提了 咱们说些实际的 首先 侵吞官方资产性质很严重 总部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急不徐 充满上位者的游刃有余 放下茶杯继续说 江淮分部 已经拿到完整证据链 本该可以判了 但总部还是决定开这个会议 私底下的会议啊 不会有录像存留 所以说有些话 大家就敞开了说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伙心里门清 就不要扯皮了 我代表庙长老给个方案 你们参考参考 这位秘书环顾众人说 让原始天尊归还阴阳转盘 再赔一件同等价值的道具 此事就算了结 不对外公布 不乏生命 阴阳转盘是圣哲经极品道具 一件同等价值的道具 是说赔就赔的 原始天尊如果没有呢 狗长老抬了抬爪子 示意他稍安无躁 纽扣眼盯着儒雅随和的中年人 缓缓说道 杨秘书 你想要什么 或者说总部想要什么 杨秘书没说话 身边的李秘书淡淡说 原始天尊不是有一件祭天套装吗 如果他肯赔出了 阴阳转盘一失就一失了 总部既往不救 狗长老缓缓扫过蔡长老 扫过九位秘书 他明白总部的想法了 证据不重要 视频录像只是一个 让总部发难的理由 总部的态度很明确 阴阳转盘是官方的东西 以前是 以后也是 谁动了官方的资产 谁就要付出代价 另外 还有一个信号 总部想要祭天套装 狗长老不清楚 祭天套装有什么审议 但总部几次三番地想要得到它 说明那件套装 隐藏着很重要的东西 重要程度超过了套装本身 相比起总部对 侵吞官方资产的零容忍态度 石老对祭天套装的感兴趣程度 才是狗长老最担心的 好在就目前来说 这个兴趣值 还没到势在必得的程度 不然出席会议的 就不是秘书 而是石老 狗长老一口拒绝 祭天套装 不可能赔给江淮分布 李秘书笑了笑说 哎 别急着拒绝 说起来这件事 因原始天尊贪念而起 他就该付出代价 松海分布的几位长老 你们没必要为他的错误买单 总部顾及他颜面 才提出私了 你们当然可以拒绝 但下次 可能就是红头文件了 这是威胁 红头文件是总部的正式批文 如同古代圣旨 一旦文件下达 再拒绝就意味着 背叛官方 到时候 要么被强制执行 要么成为通缉犯 没有第三种可能 松海分布的长老们 一时沉默 关大一级还压死人 何况这是总部的决定 是中书的决定 地方分布 如何对抗中书 老子不管了 灭视天火长老 愤怒离线 银蓝色光束中 人影消失 空空荡荡 洛申和黄沙百战 轻轻叹息 苟长老默然不语 反观江淮分布那边 警探长老等人 露出了笑容 会议开始前 他们便已经 料定截取了 江淮分布 只是马前卒 真正要处理 原始天尊的是总部 祭天套装 说是赔给江淮分布 但最后 肯定会被总部收走 不过江淮分布 能得到一笔 巨额补偿 以及一件不亚于阴阳转盘的道具 清脆有力的敲击声回荡 在会议室 打破了沉默 众人寻声看去 声音来自会议开始之后 一句话都没说的 傅清扬 这位身穿雪白西服 五官英俊到令人窒息的 傅家大少爷 缓缓开口 我记得傅清扬当初晋升半神 接任元帅职务时 石老都送礼了 他收礼时怎么说来着 这句话和本次会议没有任何关系 但久违秘书脸色大变 蔡长老周身薄雾 陡然 抖动起来 这一幕让两大分部的长老 愈发好奇和不解 元帅当初说了什么 傅清扬一句话 竟让总部几位闻声色变 便是蔡长老也记得 李秘书勃然大怒说 傅清扬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其中八位长老秘书 神色不善地盯着傅清扬 眼神里的冰冷不加掩饰 元帅当初说的是 让我想想 你们这十个老家伙 有没有被我纳入碧杀名单 元帅当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得亏你们没有把我得罪死 不然成神第一剑 先斩总部人 现在傅清扬救世重提 是在警告总部 警告石老 不要把一个有盟主之资的年轻人得罪死了 赤裸裸的 附近阳 附近阳以高冷的表情说着没人信的瞎话 我要说的是 总部石老德高望重 速来提携后辈 人后慈和 一定会原谅元始天尊一失阴阳转盘的过错 也许再过片刻 石老就会赦免他了 李秘书冷冷冷一笑说 我看你是 痴人说梦四字还没说出来 便见蔡长老测了测头 似乎在倾听着什么 然后说 会议暂停 旋即他消失在银蓝色的光束中 这变化让人始料未及 警探长老皱眉说 蔡长老怎么 他突然反应过来 怒视傅庆阳 咬牙切齿说 你又搞什么鬼 江淮分部的长老们 也纷纷朝傅庆阳头绪冷冷的目光 凡事就怕夜长梦多 临近胜利 蔡长老突然离席 这让他们有了不好的预感 江淮分部的四位长老 则是一脸好奇和期待 久微秘书皱眉沉隐 傅庆阳依旧是沉默端坐 不悲不喜 如同万化丛中过 遍夜不沾身的情场胜手 三言两语 搅得诸位长老芳心大乱 他独自高冷 时间悄然流逝 半个小时之后 手座的银蓝色光束闪烁一下 蔡长老的身影出现在会议室 他扫过众长老 在父亲杨身上凝固了几秒 缓缓宣布说 救援是天尊 一世阴阳转盘之事 总部已有定夺 处罚结果如下 扣除A级B级功勋各一次 罚金五百万 罚一件圣者品质道具 限三天内缴纳罚款 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警探长老脸色僵硬 雕塑般地呆坐在高背椅上 江淮分部的长老们 表情和他如出一车 宗海分部的狗长老等人 则是又惊又喜又茫然 频频看向父亲杨 蔡长老沉声说道 散会 江淮分部顶楼办公室 警探长老一掌拍碎昂贵的办公桌 文件书籍电脑和办公用品爆碎 巨大的响动引来隔壁办公室的助理 匆匆推开领导的办公室 长老发生了什么事 啊 助理忽然卡住 面露惊恐之色 警探长老面孔猙獰 眼球布满血丝 额头青筋暴突 已经是在暴怒失控的边缘 他从未见过领导如此愤怒 便不敢再问了 警探长老一字一句地说 出去 助理慌忙退出办公室 带上了门 警探长老在办公室里站了片刻 深吸一口气 把负面情绪压了下去 他面无表情地拨通李秘书的电话 但那边挂了 最后发了一条消息 说是在开会 就这么一直过了半小时 李秘书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总部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眼睁睁看着原始天尊 侵吞阴阳转盘 还有 罚金是怎么回事 五百万 打发狡猾子吗 警探长老已经很克制了 但语气仍然不受控制地变得激烈 李秘书沉默几秒 叹了口气说 唉 这件事就此打住 没有后续了 警探长老刚压下的怒火 一下蹭蹭蹭高涨起来 咬牙切齿说 理由呢 李秘书压低声音 附行阳给了总部一笔赔偿 一笔让时老无法拒绝的赔偿 相比起来 阴阳转盘不是不可以割舍 什么补偿 现在还是秘密 不能透露 那寄天套装呢 是总部想要寄天套装 就这么白白浪费这次机会 李秘书语气变得严肃 不要说气话 强要寄天套装 等于逼返原始天尊 逼返原始天尊 盟主们就一定会插手 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顿了顿 他叹了口气说 哎 傅清阳给的太多了 这小子将来要是进了总部 咱们多半没好果子吃 警探长老咬着牙说 发金哪 五千万 一分不能少 你别提前 大长老刚才已经敲打过我 他知道八千万的事了 傅清阳没提这事 是在警告我们 他手里捏着我们的把柄 受贿八千万 够我们吃一壶了 警探长老牙都快咬碎了 他默默挂断电话了 片刻之后 办公室里再次传来打杂的声音 外头的员工们瑟瑟发抖 大气不敢喘 傅家湾书房里 张元清心细说 结束了 益阳转盘真的归我了 他刚从江淮分部回来 就从傅清阳这里得到了喜讯 这符合星象书的推演结果 但结果是不准确的 因为涉及到巅峰主宰 这个位格的强者 不会被纳入推演的范畴里 傅清阳高坐在书桌边 冷淡点头 张元清好奇说 老大 你怎么跟总部谈的 他知道傅清阳要借机关武器 这股东风 替他解决阴阳转盘的事情 但钱公子和总部 具体的交易内容 就不知道了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起 傅清阳说 一份机关武器的数据 一份报价 张元清一愣 就这么简单 傅清阳双肘撑着桌面 喝一声 哼 当然没那么简单 我以夏侯傲天的名义 给总部发了一份合作计划书 希望能为五行盟提供机关武器 承诺半年内 让四件机关武器 成为官方驻守小队的标准配置 并在价格上 给出五折诱惠 机关武器一旦普及 可大大增强官方基层成员的实力 减少战斗中的伤亡 提高五行盟的统治力 总部那十个老家伙 没理由拒绝 我还告诉他们 四件机关武器只是开始 往后会有更多功能 更多种类的机关武器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双倍迭代 伟大的变客 张元经展开双臂 傅清阳看着他 解释说道 变革谈不上 但装备迭代是实打实的 你可能不知道 官方当年联合学士三家 成立过一个叫弘扬古术的研究基金 其目的 就是想用机关术掀起装备迭代 提升中低层临近行者的战力 让五行盟在短时间内 拉近与天罚的差距 甚至达到平齐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 总部那十个老家伙 虽然令人讨厌 但确实有些东西 奈何机关术靠的是技术积累 这不是花钱能够搞定的 就好比先进的发动机 高性能的芯片 造不出来就是造不出来 人家积累了一百多年的技术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花十几二十年 就可以赶超 古代修行者积累上千年的机关技术 只有一百年历史的临近行者 凭什么赶超 傅清阳侃侃而谈 当然 总部能够这么快答应 主要是因为我告诉他们 同样的报价 十分钟后下吼傲天 会发给境外的天罚 说完 他目光平静地望着张元清 满脸 我说完了 你赶紧走流程吧的表情 张元清那头变败 老大英明啊 傅清阳满意点头 不过老大 半价是不是太亏了呀 张元清好歹是大学生 心算能力过关 光松海就有四五十支小队 几百号灵进行者 整个五星盟有多少支小队 能够想象的 这么多机关武器一律半价 得损失多少钱呢 而且材料费是傅清阳垫付的 如此庞大的资金 两个姓马的都得砸锅卖铁凑钱吧 傅清阳说 半价不是问题 可以从维修费上赚回来 只要适当地缩减机关武器的使用寿命 再置入擅自拆卸自毁的装置 官方维修机关武器 就只能求助我们 我甚至可以免费给他们使用 因为免费才是最贵的 只要把维修费翻几倍 一样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张元清吐个槽 你这什么企鹅行为啊 傅清阳眼神一冷 富飞我的时候 最好低个头 张元清连忙清了清嗓子就说 那您的资金够吗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哦忘了 您背后还有傅家呢 起料傅清阳微微摇头 我就不打算让傅家插手 那样的话 咱们公司的决策者 就会变成傅家组老会了 张元清一惊 那您能有这么多现金吗 如果不让傅家插手 光凭傅清阳的个人资产 恐怕撑不起这么庞大的开支 傅清阳果然摇头 没有 所以让你拉傅雪入伙 他这些年生意虽然不景气 但也积攒了百八十亿的家产 钱不就来了吗 顿了顿 傅清阳嘴角勾起 等他把所有身家投入我们公司 他便没有了退路 甚至会为了公司的资金链 担惊劣地搞钱 傅雪给傅家当了十几年的 职业经理人 人脉很广 认识的富豪非常多 大家也会愿意卖傅家薄面 借钱给他 资金方面 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但我不会给他决策权 这样他就得看我们脸色 到时候 别说傅家不同意你和关雅的婚事 就算关雅变心不想嫁给你 他也得把女儿绑了送到婚房 你他妈真英 我的意思是 老大 你他妈真英明啊 张元清听得一愣一愣的 深感自己社会阅历太浅 不晓得人心险恶 既然谈到这里 张元清身为公司的股东之一 顺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机关密集如此重要 官方内部会不会有人搞事情啊 比如盗取机关图纸 或者派间谍学士 潜入咱们公司偷学技术 咱们公司要发展壮大 肯定需要很多学士的呀 傅清阳显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养的白虎卫 就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会是公司最好的保安 学士方面 我有两个预案 一是让李淳峰找人 他是万宝屋的学士 那里最不缺学士 二是由夏侯傲天 从夏侯家挑选可靠的族人 夏侯家现在恐怕 清理门户的心都有了 还会跟我们学士 那是夏侯傲天自己的事情 只要他能扛住夏侯家的压力 夏侯家自然就会与我们合作 张元清皱起眉头 夏侯傲天能扛住吗 傅清阳办事滴水不漏地说 很难 所以我加了三道保险 一 与夏侯傲天签订契约 如果他选择投靠家族 契约的力量会杀死他 二 我不但让他掏空积蓄 垫付了材料费 还给他借了两个亿的外债 三 我已经调了五名白虎卫的圣者过来 这些圣者和学士都受他管理 喊他领导 夏侯傲天这个人 浮夸高调 恨不得在全世界面前出风头 以前他在夏侯家独来独往 没人搭理他 心里的欲望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现在他在这里 就像回了家一样 张元清那头变败 老大 你真他妈 英明啊 你在和谁说话 隔壁的厂房里 夏侯傲天 慵懒地靠在高背椅上 翘着腿 身后站着五名圣者 如同社团的画室人 在他对面 是一个戴着黑矿眼镜 大学教授气质的中年人 本该如雅斯文的大学教授 此刻怒气功心 气得面红耳赤 指着夏侯傲天怒赤道 夏侯傲天 你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吗 你有机关术秘籍 不与家族分享 反而便宜外人 家族养你二十多年 你就是这么回馈家族的吗 夏侯傲天窥然不惧 六叔 养我者父母 与家族何干呢 等我赚了钱 自然会回馈父母 你休要在这里瞎逼逼 你虽然是我六叔 但须知 在你面前的是将来的全国首富 你 六叔 你已经不配和我平起平坐了 叔公来了 我才会和他说几句话 老祖宗来了 也只配我说一声 看座 中年男人指着他 浑身发抖 气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久 才痛心疾首地说 短短 几世不见 你竟已经膨胀到这个地步 夏侯傲天昂起下巴 中年男人深吸一口气 只要你能和家族共享机关术 股份可以谈 我签合同了 未约金 家族替你出 我签契约了 我们会请老祖宗出手化解 夏侯傲天想了想说 嗯 家族态度很不错 但是 我拒绝 中年教授愤怒质问 为什么 夏侯傲天昂起下巴 告诉他 身后的五名圣者 齐齐躬身 高声喊道 立导好 夏侯傲天打开双臂 向虔诚的信徒 拥抱主的灰光 看到了吗 这是夏侯家不能给我的 你们一群老东西 都是我的长辈 只会在我面前 遗老卖老 这里 才是我的天堂 就因为这个 中年教授捂着胸口 连连后退 不能接受这个理由啊 他愤怒地盯着 夏侯傲天几秒 转身就走 第1159期 他是没办法说服 这个性格古怪的侄儿了 让老家族来处理吧 相比那些喜欢搞钱 喜欢玩女人的顽固晚辈 夏侯傲天恶劣的性格 才是让家族长辈们最头疼的 顽固算什么呀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顽固过 慢慢就成熟稳重了 面对顽固子弟 长辈们最多就是批评教训 但是面对夏侯傲天 长辈们兜里得配一瓶速效救新丸 夏侯傲天突然喊道 六叔且慢 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眸 夏侯傲天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说 这是我你的合同书 大头肯定是不能给家族 但毕竟我姓夏侯 愿意给家族让一些力 只要夏侯家族给我们公司提供超凡阶段的学士 我可以给夏侯家百分之五的股份 一半由我出 一半由父亲养给 中年男人眼睛一亮 大步走来 经过夏侯傲天手里的文件 语气融合了几分 这才对嘛 我会汇报给家族的 你等消息吧 一个草创的金冠武器制造公司 必然需要庞大的资金 如果既要钱又要提供学士 那么百分之五的股份显然是不划算的 但只提供学士 那么百分之五的股份就是福利啊 打发走六叔 夏侯傲天高高兴兴的拧罗斯去了 自由联邦 福尔斯克州 刚打过辣的红色跑车 飞驰在郊外 两侧是大片大片的麦田 蓝天如洗 白云油油 风景美得宛如童话 开车的女人也是美得如诗如画 还带点魔鬼般的诱人 一个看不出年纪 但肯定已经到蜜桃成熟的女人 精致微卷的头发在风中飞扬 带着黑色墨镜 高高的鼻梁 尖尖的下巴 脸蛋描画得很精致 黑色套裙搭配白色衬衫 勾勒出成熟女子玲珑有致的身段 很快 红色跑车在一座大庄园外停了下来 车里的女人摘下了墨镜 看了一眼 黑色荆棘般的铁衣大门前的监控探头 几秒之后铁衣大门缓缓打开 红色跑车驶入庄园 庄园占地面积极广 自带商场酒吧 甚至还有一座学校 附加嫡系旁之外戚 零零总总加起来 总共五六万人 都住在这座小城般的大庄园里面 红色跑车抵达一座 坚顶古堡般的建筑之外 庄园内的建筑 普遍都是风格精美的别墅高楼 只有这座古堡 古老的仿佛来自上个世纪 里面住的人 也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 富家的祖老们 祖老会由富家的第一批 第二批和第三批 邻近行者组成 最年轻的也有八十岁高龄了 这些人组成了富家的权力中枢 作为邻近行者中 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富家拥有着大几千亿的资产 联邦闭 族中邻近行者数量众多 更有两名巅峰主宰 九纪以下的主宰数量也是不少 但在富清宣启事前 富家一直有个遗憾 那就是没有出过一位半神 现在富家新的遗憾是 没有出第二位半神 富雪亭好车重重关上车门 砰的巨响中 他摘下墨镜 冷着脸 风风火火地闯入古堡 他静止来到管家的办公室 怒视着远方堂兄说 富龙 为什么出售我管理的三家上市公司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远方堂兄身穿正装 脸色严肃冷俊 如同酒精沙场的军官 便对堂妹的质问 他语气冷淡地回复 足老汇的决定 什么时候需要向你解释 富雪白皙秀美的脸庞抽了抽 突然咯咯一笑说 行 反正我快失业了 空闲得很 说完 他拉过椅子 耍无赖般地坐在管家对面 从名牌包包里取出打火机 女士烟 燕里的红唇抿着烟头 开始吞云吐 漂亮的女人做什么都赏心悦目 连抽烟都充满韵味 但从不碰烟酒的富龙皱了皱眉头 双方僵尸几秒之后 富龙无奈地吐出一口气说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无理取闹 富雪瞪眼说 说吧 家族是不是打算变卖资产 把经营重心转移到国内 他今天来这里有两个目的 一是确认家族的发展重心 验证父亲羊的话 二来呢 是闹事的 家族的发展规划 他无法干涉 只能屈服 但为什么只卖他管理的公司 富雪打听过了 近期变卖的资产 只有他管理的三家上市公司 其他族兄弟管理的公司 依旧经营得风风火火的 这些年因为官雅不争气 又跟丈夫离婚 他一个人苦苦支撑 仍被家族渐渐挤出权力核心 身为上任家族的女儿 嫡系中的嫡系 处境堪称凄惨的 族老们也太欺负人了 富雪是个要强的女人 心中的苦楚和委屈 偶尔也想找人倾诉 可单身十几年 想倾诉也没人听啊 便只能闹了 傅龙咒了咒媚说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家族是想把资产转移到国内 但卖你的公司 不是因为这件事 富雪咒起精致的媒烧 那就是族老们故意针对我 傅龙看他一眼 你还不配 是傅青阳 他最近和五行盟签署了一大笔单子 让祖老们看到了在国内开疆拓土的契机和希望 于是便把你管的三家公司卖了筹钱 但傅青阳拒绝了家族的投资 因为他提了一个 祖老会无法答应的要求 什么要求 傅青阳说 让他爹滚蛋 他要当家主 祖老们因为这件事大发雷霆 你最好不要再闹 免得他们把怒火转嫁到你身上 富雪咬了咬牙 你们都欺负我 然后他深心一口气说 傅青阳和五行盟签了什么单子 让祖老们如此重视 第1160集 傅龙说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五行盟签头的 弘扬古术项目吧 富雪促进眉间 有点印象 我们家族是不是也参与了 家族没有参与 不过投钱了 那会五行盟刚成立没几年 五大帮派还在磨合期 实力相对孱弱 经常被天罚欺负 因此迫切地想提升实力 但零进行者的升级无法强求 只能从装备入手 道具稀少珍贵 便是学士家族也无法量产 五行盟研究来研究去 就盯上了机关术 傅龙回忆地继续说 当时大陆还没现在这么有钱 五行盟总部经费有限 所以来找过傅家 希望能得到赞助 你当时刚离婚不久 非常消沉 不是喝酒就是打女儿 身边围绕着一群小白脸 这都陈年往事了 提这个干嘛 傅雪有些尴尬 急忙岔开话题 你继续说 傅龙脸色冷峻 点点头说 最近傅青阳不知道从哪里 得到一本机关术秘籍 打算量化生产 成为五行盟的机关武器供应商 傅雪听得怦然心动 大陆的邻近世家能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他们为官方提供 生命原业和道具 但这两者产量有限 而机关武器可以量产 如果家族能成为 机关武器供应商 这就能彻底在大陆站稳脚跟 他优雅地吐出一口白烟 满脸相望说 难怪祖老们想参与进来 谁不想呢 我也想能分一杯羹 可惜我那侄儿天生薄情 看不上我这个年老色衰的姑姑 你的中文措辞很有问题 薄情和年老色衰的姑姑 最好不要用在一起 你小时候文化可就很差 傅雪撇撇嘴 你学霸你了不起 傅龙没有揭察 郑瑟说道 但傅清阳给了祖老们 无法答应的条件 至少现阶段 祖老们不会答应 让他继承家主的位置 傅家的家主之位交替 只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 一是前任家主死于灵境 继承人顺势上位 二是家主自己当逆了 主动放权 进入祖老会 傅家这样的大家族山头林立 但是要笼统划分的话 其实只有两派 祖老会和家主派系 也就是说 家主势力是可以和祖老会抗衡的 傅清阳提出这个条件 等于是让祖老会逼宫造反 强迫现任家主退位 现任家主肯定是不同意 到时候就是傅家 因为权力斗争而内耗了 傅雪喝了一声 这就是家规的反事 如果不是傅家的家规 他怎么会和亲生父亲不默 傅龙皱紧眉头 怎么说 傅清阳小时候的事 你我皆知 最开始呢 他在外面受了欺负 便哭唧唧地跑去找我哥哥求助 但傅家信奉弱肉强食的规则 若是在家族里都被欺负 将来到了外面 更是废物 所以 对族中孩子采用军事化管理 有什么问题 当然没问题 当初我那哥哥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他说 这世界本就强者为尊 你若是个强者 便自己找回公道 便是弱者 死了我也不会怜惜 傅清阳要这家主之位 就是想告诉家主同样的道理 他在报复 就像当年他报复那些欺负过他的孩子 我记得你儿子也在其中 傅龙缓缓点头说 是的 被打断了两条腿 原来如此 看来族老会劝不动他了 傅雪收起笑容 既然傅清阳不愿意让家族入股 那出售公司的那笔资金 会被投资到大陆 与你无关了 傅雪背齿紧咬下唇 龙哥 你知道我这些年生意惨淡 经济环境不好 行业竞争大 家族让我管理的公司 都是发展前景不好的西洋产业 就算这样 祖老会还要割我韭菜 未免太欺负人了 傅龙看向门口 与其平静而冷静说 你可以去和祖老们说 你是祖老会与家族的联络人 如果是你的话 我凭什么帮你 你忘记家族的规则了 没能力的人 就应该被淘汰 傅雪突然假壳 眼眶微红 傅龙神色转柔说 促成关雅和米勒家族 是你唯一的机会 你也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件事 但我听说你最近改变主意了 听到这里 傅雪终于明白 为什么是自己名下的公司被卖了 祖老会里支持联姻的派系在发力 而傅龙也是关雅和米勒家族联姻的支持者 关雅有男朋友了 是原始天尊 我对小伙子很满意 与米勒家族联姻不一定是好的选择 傅雪收起可怜兮兮的表情 且换成女强人的姿态 仿佛对面的人不再是堂兄 而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原始天尊得罪了总部 你应该知道 玄玄当初不一样得罪总部 天才都是骄傲和叛逆的 看来你对他的确很满意 那还等什么呢 去大陆投奔他吧 傅雪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但这时他包包里手机响了 取出来一看 来电人是傅清阳 傅龙连忙说 在这里接 开免提 傅雪看他一眼 倒霉拒绝 接通了电话 丈母娘 原来无恙啊 电话里传来的不是傅清阳的声音 而是一个听语气 就能想象到很跳脱的年轻人 傅雪愣了一下 原始天尊 傅龙目光顿时锐利起来 紧紧盯着手机屏幕 原始天尊笑着说 是我 跟你聊点正事啊 边上没有小鲜肉吧 傅雪嘴角忍不住 泛起笑意 脆的 小鲜肉没咬 老拉肉一条 咦 关雅不是说 你喜欢小白脸吗 这死丫头 傅雪咬了咬牙 正色说 你用傅清阳手机打给我 有事 有笔生意想跟您谈 生意 你能有什么生意 你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屁孩子 傅清阳成立了一家机关术研发公司 我占10%的股份 公司现在缺钱 我打算转你5%的股份 张母娘 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准备钱 然后来大陆谈合同了 行天霹雳 五雷轰顶 傅雪瞬间僵住 傅龙冷峻的脸庞布满了惊恶 隔了几秒 傅雪猛然反应过来 她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她极力压下激动的情绪 但声音还是忍不住发颤售 你 你 你可不要消遣我 这种好事能轮得着我 你是我丈母娘吗 我是你半个儿子 四舌五入 你就是我妈呀 傅雪差点被她这糖衣炮弹 砸得晕头转向啊 步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来到古堡外面 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 让她激荡的情绪平复了些许 百分之五的股份 你打算要多少股权转让费 傅雪低声说 原始啊 张元清笑着打断 叫儿子 傅雪催一口 呸 我告诉你啊 阿姨继续有限 如果你开价太高 我可吃不下 百分之五的股权 十五亿联邦币 傅雪花容失色 十五亿 你是要让老娘砸锅卖铁 还是卖身 妈 你别演了 傅星阳说你能拿出来 你就一定可以 当然 我还有另外一套方案 我可以呢 只要你十亿联邦币股权转让费 作为代价 你要无稀借给公司十亿联邦币 等公司盈利了 会第一时间偿还这笔债务的 借公司十亿联邦币 傅雪在心中快速盘算起来 十亿联邦币买百分之五的股份 他肯定是赚了 是赚大发了 但是要让他再拿十亿联邦币借给公司 只能借款了 真杂锅卖铁的话 凑够十五亿不难 这样一来 其实只需要再借五亿就行 哈喽各位兄弟 这次出来没有加更 是来告诉大家 刚拿到了一本好书 白金大神的仙侠新作 也是2023年 我们团队的年度重磅作品 由我演播 具体是什么呢 暂时就不说了 咱不公布 5月15号上架新书 这就是之前我说过的重磅作品 等我5月15号左右上架来围观吧 那啥 这个正事说完 再蹭个小广告啊 穿越搞笑历史题材的 具社新书 李治你别怂 归求大家伙呢 去尝一尝 有具社不正经主播张德子演播啊 那声音一听 就不是后任啊 但是吧 贼搞笑 来支持一下啊 叫做李治你别怂 直接在喜马拉雅搜索 李治你别怂就可以找到 说明呢 它在标题上了 也可以点击置顶评论链接 直接跳转过去 等我更新 以及等我新书上架的时候呢 来听听不正经的故事 治愈一下啊 这本书贼好听啊 有避火之姿 我在李治你别怂 等着不正经的你啊 等着不正经的你啊 你别说明呢 我听听不懂的你啊 就行的 你不正经的你啊